今天零三分 马上就零四分了 我是黎明荣 每个星期一到五 晚上七点到十点 仍然来风三小时 今天是星期二 但是感觉像星期五 因为明天放假 对于大部分的人 除了军公教以外 除了军 但是本公司突然惊觉 也是一国两制 对被杀是怎么样 是怎么回事 结果 本电台 就是反正只要到了假日 我们公司就只会 只有节目部上班而已 对 其他部门 就是放假 都放假 所以管理部业务部 都不会有人来 院子上应该是 OK 应该又是走我们了 就只有节目部就对 我们是军公教的 对而且节目部 通常早上节目 也不会碰到晚上的同事 晚上的同事也不会碰到 然后办公室人就很少 很少很少 就是一个放假日的 对 放假日的那个 一国两制 一半 一半上班 一半不上班 只有一条 就是节目部上面那一条 对啊 今天大家都happy啦 今天大家都好多 好多人 今天晚上就是去吃饭 逛街看电影 大家有点夜生活 感觉心中不平 不过没关系啊 公务员 还是一个正常上班日 但基本上 这个礼拜就 就废了嘛 因为明天 明天就是 就是放假 所以什么事情都办不了 都没话得 没话得完成 就我发现我的糖果 所以你知道吗 我一直不敢面对那一千多个来跟我要命的人 后来我发现里面要命的人居然有送我命的人 对啊 但是我发现我按太多了 因为一次只能五个命 所以我这样是白按了 对 你要等命用完再按 真的吗 那我刚刚浪费了 我刚刚白按了十几个命 真的吗 就浪费了吗 哦 哦 因为我想说 我按OK 我有点成就感 就错了 他不会帮我先储存吗 不会 我不会很新高采烈跟友谊说 我认为快按 对呀 收手 你刚刚讲什么 你刚刚说什么 你完全误导我 害我 我不知道他跟那個現派一樣,就是不能,他跟現派不一樣,不能一路加上去 對啊,現派,現派可以儲存啊 所以他是最高額,就只五個 好低級喔,那我剛剛按,我絕對按超過五個啊,浪費 那我要,我立刻寄給你 不要,我要罰你,我要罰你在那個一千多個message裡面,你去幫我按send給人家 那可以用手,可以用電腦嗎? 蛤? 用電腦,可以用電腦嗎? 蛤? 你去拿手機 蛤? 那柔姐報完氣象報告,最後把手機給我 他可以幫你弄到八點 一路弄到,弄到弄完他 對,我要罰你把,因為我看到那些一千多個來跟我要命的人,我覺得很對他們不起這樣 哎呀 好的 真的 你害我損失了好多命喔 So sorry,因為我也不知道 那等一下看到人家給我送命來,不要按喔 好 OK,不要按 好的 只要按send OK 然後今天剛剛高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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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不是高層卡在第三十關嗎? 就他剛剛,因為我剛剛今天早來了,他就看到,看到我在又在,力拼奮力奮戰第三十關 然後,他知道我還沒有過,結果他說他過了,因為他找了一位高手幫他過關 我說你這樣子,你這樣子作弊 能過就是好 所以他現在已經進入第三十五關了 真的 OK,好 好 但是,高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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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孔鏘今天沒來,今天是男酒喔 而且已經有人在我們Facebook上面要跟我們的高手,求秘籍了對不對 但是我跟你講,這秘籍沒有辦法求啊 因為你不知道你出來的會是哪一盤橘對不對 你要確定你出來的那個橘子跟那個密集上的橘子一樣的,你才能夠按照他那樣子去 很難 今天中華民國庶民天氣報告 台南自根農庶民天氣報告 今天中午高達三十一度熱翻了 下午開始出現雲朵還是熱翻 連續兩天都跟月娘作伴 現在還在離田 天啊,哪時候可以吃晚餐啊 你太健康了吧 劉先生 自根農 台中今天又是很熱的一天 抱怨辦公室冷氣不夠涼的聲音沒間斷過 明天勞動節放假避暑太讚了 上批夜台中報導 但是明天好像沒這麼熱喔 今天晚上據說會大變天 這位是夏天 昨晚催電扇睡覺 今晚聽說又有封面 真是變幻無常 PS柔姐我愛你 每天下班聽你廣播 這是一天最開心的事 要是加班沒聽到 這會很阿咋 Super love you Oh, thank you 挺雨 今天新竹的天空是糖果藍 陽光是糖果黃 心情是糖果子 催著著糖果悠閒的口上 迎接美妙人來封糖果甜蜜的節目到來 米勒熊正在努力拼英文 大家為他加油吧 如果有機會 大家來Colin節目說一說 如何自學英文的秘方 提購給認真的米勒熊吧 米勒熊有關 關於這個學英文的事情 他有認真的請教過我 要跟我討教 但是老實講我真的愛莫能住 因為我英文好像沒有學就會了 對啊我無法指點他 雖然很想要幫他 但我不知道從何幫起 馬雲昕今天清晨台 我唯一能夠offer他的就是 我帶他去考英文 但是應該是沒辦法 馬雲昕今天清晨台南沿水 還有著清爽的涼風 但未到中午夏日的陽光 就已經快把地面烤熟一般 熱啊南台灣的熱情夏日 好像從今天開始正式啟動 真難想像預報說 今晚開始全台又要飄雨了 在台南沿水的夏天 來晚船頭的紅豆月見牛奶冰 真是享受啊 盲從於古都庶民氣象報道 風和日曆 午後趁著外出基地調查 開小差溜進一間二九書店 老闆娘在櫃台熱烈的和鄰居抬槓 鄰居的爸爸說 小女才國小就在聯絡部上批判 不是要十二年國教了 還這麼多小考 那就甭改了 又說他就是從小 愛看報紙社論 愛看書 請問暑假可不可以給他來 這邊當志工擦擦擦書 累了就讓他看書 他和你們家小朋友差一歲 也有個半 老闆娘有免費同工和同養息 當然樂的同意 研究室傻逼果然 該常出去走走 享受一下溫暖的人間煙火 誰說這是最壞的時代 這是最好的時代 好可愛 久違了庶民天氣報告 哈囉最近因為太閒了 閒到忘了發庶民天氣報告 真怕柔姐忘了我 因為柔姐應該是初老的年紀了吧 哪有 人家80後耶 所以各位到底還記不記得 我這個瘋瘋癲癲的王小R吧 今天的高雄不熱更不冷 在學校過著迷爛的生活 不過的確每天在學校就是看小說嘛 就因為我太早免試入學上啦 最近看到藤井樹的新書 不知道真不知道有沒有哪一天 能在柔姐的節目上 聽到藤井樹的聲音 他已經來過了 期待中 OS背沙潮一下吧 藤井樹的寫作手法 也可以說是真心盈啊 真是讓我難以望其象背 真希望有一天也能成為 跟他一樣厲害的作家 遠慕 記者王小R 有夢最美 希望相隨報道 庶民天氣報告 反正台中的阿豬 今天台中悶熱無雨 並不像氣象報告那樣說 午後就會變天變冷 事實上上週的此時 天氣預報 未來一週都是雨天 我們事後馬好怕 發現氣象預報都實在很不準 呃 呃 OK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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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今天的庶民天氣報告 沒有了嗎 一大堆一大堆來卡關的人你知道嗎 然後一大堆要來說 他已經過了第三十關的人 OK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庶民天氣報告 好啦 因為這幾天我們都在熱烈的講述 講述 講述糖果碎對不對 但是這個 有一個 OK 糖果碎的人生哲學 一 人生難關多的事 憑自己努力 闖關難 闖關難過 闖關過 二 朋友很重要 隨時救你一命 三 有些事情單靠一個人是解決不了的 總要朋友相助 給你過關門票 四 運氣很重要 但還是需要你的努力才能過關 沒有人給我過關門票 五 給自己一點休息時間才有命在搏殺 六 用旁門左道具是要付出代價的 七 一別人走在你前面是因為他們比你更早起步 八 難關在難 過了 慕然回首 只會一笑置之 別把眼前難關看得太重 九 你付出了真心 別人不一定真心回報 這一句我非常了解 十 好好管理時間 小心 盈利堂 書間長 凡事是可而子 切記玩物上至 OK 好 這個就是糖果睡覺 教我們爛的事情 就是這樣 欸 有一個 Candy Crest Saga 全關卡破關 全關卡破關攻略 第一到六十五關APP 對 已經有人來 已經有人來上我們Facebook說請教超厲害已經到三百多關 人家到了三百一十一關 他不知道明天來的時候也跟我們講到破了幾關 要破Candy Crush二八五關的秘訣是什麼 Oh God 我剛剛我剛剛玩了大概二十分鐘的Candy Crush 眼花 眼花 眼睛有點不行了 那個 哈哈 我要看遙遠的地方 好啦 不過今天 今天我們有大醫生來喔 大主任 昨天是風水大師 都是 都是處理疑難雜症的人 真的 喔 因為 因為 他是 對啊 人家心臟科 心臟血管外科主任 這種是很犀利的 但是他現在好像努力的朝 作家 目標前進 哇 今天不得了 他的名片 當然正式的名片應該是醫院的外科主任 不過他今天一來就拿了他 他可能最近更驕傲的名片 就是他上一本書 這本書不得了喔 這個小說 還獲得了亞洲週刊十大華文小說 就是國姓爺的寶藏 那今天出現在我們仁來峰 應該 對啊 認識他人應該覺得他滿人來瘋的吧 對啊 好好的刀不開 跑去寫小說寫文章 那就是博人綜合醫院心臟血管外科主任蘇尚豪 哇 這本很厲害耶 國姓爺的寶藏 還好啦 蛤 寫了八年 寫了八年 這是算是什麼 推理懸疑小說 欸 介紹台灣的書 介紹台灣的 對 如果你要看是尋寶或者是什麼推理的小說 你可能會很失望 是嗎 但是這邊說比美國家寶藏欸 更勝痞之英雄 那看你用什麼心態去看這本書 因為裡面怎麼又有 又有什麼國安局 調查局 洪幫 洪門 全部寫在一起嘛 還有中研院 大雜會 港台兩地黑道 好像可以改拍成電影的樣子 那你幫我介紹了 對啊 感覺 而且亞洲週刊欸 十大華文小說欸 這很厲害 亞洲週刊是全亞洲華文小說欸 因為華文小說不止兩岸三地還有新馬 對 那十本裡面大概台灣兩本 嗯 這兩本只有其中一本就是另外那一本 台灣是哪 另外一本 忘記了 OK 對啊你看而且這是你的第一本小說欸 是 對啊 太厲害了吧 還好啦 所以那個 心臟外科 是 對啊 開堂的 對啊開堂的 這個應該是外科裡面很厲害的 才能夠去當心臟外科 還好啦 訓練比較辛苦 OK 不過這次又這是這個這本這本 這本書名也蠻恐怖的 這 這是時報的 開堂捷克 還好我的英文名字不叫捷克 對啊 不然就開堂捷 這本叫做開堂史 其實是一個行銷的啦 因為 可能要呼應我是 心臟外科醫師的職業 嗯嗯嗯 其實裡面寫的都是一些 嗯 歷史 嗯 看以前的外科醫生怎麼在亂搞 哈哈哈哈 對 其實學到蠻多的耶 對 關於 關於就是 手術啊 或者一些疾病啊 因為 大家現在看到外科醫生好像人模人樣 然後 每次都穿戴很整齊開刀嘛 其實在一百年前 如果你看到一百年前的照片 你會嚇死 嗯 就穿個西裝 打個領帶 可能有時候沒脫 就把 襯衫拉起來 就直接開刀 開完刀就直接在臉盆裡面洗手 對 對 一百年前是這樣 一百年前是這樣子嗎 對 那個 所以 這些本來是專欄嗎 還是 這些文章 嗯 這些文章是我在網路上發表的 哦 有些已經發表過 有些還沒有 哦 對 但是當 其實那個外科主任其實也 也很忙欸 沒什麼時間 還好啦 你常常就是開了招要巡房啊 什麼這些 但寫這些文章 大部分都是在等值班的時候 等值班的時候 就值班比如說 因為我們都不能走嘛 那stand by 那你就看看東西 寫寫東西嘛 哦 有時候兩天 有時候兩天 禮拜六禮拜天只班 那你又不能跑 嗯哼 那我又不會玩Candy Crush 哈哈哈哈 不會玩Candy Crush 是因為你還沒開始這樣子 我不敢玩 我一視力要留在開刀上面 哦哦哦哦哦 OK哇 所以你也不用智慧型手機嗎 有 有 有啦用的比較少 哦 哦OK 對 哇 所以要很保護眼睛對不對 對 哦OK 所以你要常常去遠挑 不用 就睡覺 睡覺就 睡覺是最好的保養 睡覺是最好的保養嗎 對 人能夠休息的話是 最好最好的保養 現在視力那麼重要嗎 因為現在不是 你機械手啊 什麼這些的 那個還早 醫械手如果說真的要能夠取代 醫生的功能 我想 可能他二十年以上吧 對但是現在不是好像很多手是可以 嗯 某些 你好像有一天有探討這件事情 對 所以像 像機械手背 它其實已經發展二三十年了 嗯 可是 它唯一沒辦法克服就是 外科醫生 外科醫生 通常都是生性多疑啦 嗯 因為你在處理一個東西 如果你沒有那種手感 對 那會有回饋嘛 你開始前進後退啊 嗯 可是在機器手背上是沒有回饋機制 只能看個螢幕然後 哦好像可以 把東西拿出來 但是你不知道該用多少力 對不對 對對對 那如果說我們用內視鏡開 其實也是 那種 我們叫微創嘛 就小傷口手術 它其實是有手感的 可是如果用機器人手背 是沒有手感 那是很危險的 哦 所以心臟外科現在在機器人手背 這塊還是比較 比較薄弱一點 那機器人手背 比較是用在什麼樣的手術上面 現在大部分是婦產科 還有就是 泌尿外科在切那個 前列腺 哦 可是很貴啊 那個自費都要一二十萬 那會需要 機器人手背會比較好嗎 因為機器人手背它 發明的時候比較 比較我們講句 難聽一點 就比較背哥哥一點 因為東西都是用完即丟 一套都二十幾萬 現在比較便宜了 啊 這機械手啊 對啊 你要扣在機械手上 那些 鉗子夾子啊 釘子啊 都是dispossible 不能消毒 不能sterilize 對 不能reuse 哦 所以用完就丟掉 為什麼呢 那你們用的那些手術刀呢 不是都 對啊 所以 那些都是 手術刀可以重削 手術的器械可以重削 嗯 但是他那些機械手背的東西是不能重削的 為什麼呢 他就設計這樣啊 你一削就壞掉 他就是耗材啦 他就是要 他就是要賺這個錢就對了 對 跟印表機的那個 對 沒錯 墨水夾是同樣的原理 對 還不能補充 沒有補充包 可不環保啊 噁 噁頭吧 因為美國的 因為美國這些 開刀很貴啊 嗯 所以他們用那些東西來講划算啊 像我們台灣現在你開一個 冠狀動脈繞手術 嗯 台幣是 三萬元 嗯 多一點點 那 美國你知道多少錢嗎 三萬美金 三萬美金多一點點 難怪這麼多華僑 對 都要回國就醫 對 做個經濟艙回來 做個那個商務艙回來 住頭等房還划算 真的 嗯 真的 OK 哇 所以你 但是你 從學生時代其實就愛寫了對不對 對 你在國防醫學院就 已經拿到好幾個文學獎了 那個 湊數的 還好啦 因為覺得 就是寫一寫嘛 苦悶嘛 因為有時候每個人紓壓的方式不一樣 像我的紓壓方式就是寫東西嘛 嗯 然後 這個看看書嘛 罵罵人這樣子 嗯 OK 所以你在那個國慶爺的寶藏之前都 就只是就在網路上寫寫文章嗎 對 寫寫文章 然後有寫一些東西啦 有 有 但是投稿都沒有中 哦 投稿都沒有中啊 對 然後結果這個 那這本小說怎麼 為什麼寫了八年 嗯 因為 這是2012年的亞洲週刊十大華王小說嗎 對 對 因為 因為有些東西走不出來 因為你現在 我現在一直要想 有個台灣概念嘛 因為我寫這本書是看國家保障 嗯 因為看了國家保障 覺得台灣應該 人家兩百年就可以扯到聖殿歧視 那我們三百年 也該扯個什麼東西吧 嗯 然後來去 讀了一些文章 然後來參加了國 就是正程共和文化解 才知道說 欸 那我何不塑造一個小說 從國姓也的 就是 從正程共的角度 去切進來台灣 嗯 然後後來才發現 哇台灣好多好多東西都跟 正程共有關係 嗯 比如說像地名就很多了 建井啊 建坦啊 龜山島啊 像橫順的 洛山峰也是跟這個 正程共和文的傳說 都很有關係 嗯 那所以從這個點切入之後 發現欸 很多字都才 才慢慢寫的 不然這本書剛開始 老實講 台灣的歷史 那時候讀的病不是很多 所以走不出來 嗯 然後來欸 慢慢讀慢慢讀 讀了好幾年之後 欸 就寫出來了 OK 那有沒有一些是從你的 跟病人的接觸啊 你可能有醫到 醫過什麼 鴻門的 欸 是沒有 可是病人是鴻門的這樣之類的 病人對我最大的幫忙 就是我在寫小說的時候 想不到名字 就可以用病人的名字 哈哈哈哈 所以有些病人的名字 會不會有用到裡面去 哈哈哈哈 哇 那我確定我不要成為你的病人 這樣子 不會啦 OK 所以 對啊 因為又又又是調查 國安局對不對 對 中研院這樣 對 因為這本書也得到這個 中研院的那個 翁佳音 翁老師 的這個 裡面很多資料 圖片都是他幫忙 他是歷史研究所 他是台灣史研究所 那我剛 剛開始我要想一個主角嘛 就是Google中研院 希望他是一個 知道這個台灣歷史的人 結果看到翁佳音 我想說 是女生欸 這樣我嫌女生不太好 老婆可能會誤會 所以我就把他寫說 他是個招老頭 結果去中研院看到 真的是老先生 真的是有點對不起 哈哈哈哈 你就看他名字以為他是女生 這樣 對 其實他真的是一個 一個非常有風度 一個非常有涵養的老師 OK 像我們這次那個 所以他是其中一個主角的原型 就這樣 對對對 上次洛老師那個被誤解台灣史 裡面有很多也是他提供的資料 OK 哇 所以大家那個 國姓也的寶藏 是我們這位 青藏外科主任的第一本小說 然後第一本小說 這個就得到了 亞洲週刊2012十大華文小說 這很不簡單 謝謝 人家寫到本才會有一年被選為十大小說 你的第一本就成為華文十大小說 亞洲週刊2012 華文十大小說 國姓也的寶藏 今天博人音樂 心臟外科主任 這個蘇尚豪在這裡 博先生應該 你應該比較想要 人家稱為你為外科醫生還是小說家 外科醫生 外科醫生 外科醫生嗎 對 真的嗎 確定 還是你那個時候其實是想要念中文系 或者念外文系 但是在家庭的壓力之下 對這是真的 不得不報考醫學院 對 我媽媽說你 我怎麼這麼料事如神呢 我媽媽說如果你要讀文史系 你就自己籌學費吧 真的嗎 對 不過國防醫學院本來你們就不需要付學費 對 那讀其他的就要啊 讀其他的媽媽就說 所以就練醫學院嘛 那醫學院很枯燥啦 真的 所以醫學書讀了 總是還是喜歡看一些 所以 所以你真正想要念的可能是歷史系或者是 國安系 國安系 對 這一類的 對 因為比較會背書啦 你比較會背書 對 所以你並不是真的想要當醫生 你是一個 一開始 不情願的醫生嗎 一開始 不情願的醫學院學生 大概在前三年是 大概第四年開始就覺得 不要再虛晃日子 嗯 那開始慢慢 找一些興趣嘛 那 一開始是想念 古科 運動醫學 嗯 後來覺得好像 因為他們開刀都是拿那些 你在路上看到那個 五星行看到那個Pen吉羅賴巴 就一模一樣 嗯 所以覺得好像有點出爐 就真的是句子就對了 對 句子啊什麼那個都一模一樣 哇 好可怕喔 只是有消過毒 嗯 所以想說 想當外科啦 嗯 所以一直維持這個心願 嗯 外科是比較累 但養成也比較辛苦啦 嗯 那維持 維持我能夠這樣子的話 就是 還可以寫寫東西 嗯 讓自己舒舒壓嘛 嗯 大概是這樣 嗯 OK 所以這個叫文藝青年 結果在家庭的壓力之下 只好去念了醫學院 但是也還是終究發現自己 是喜歡外科的 對 因為外科 外科迷人的地方是什麼 外科迷人的地方啊 嗯 嗯 兩個 一個是 立刻就可以得到結果 尤其是像我們 急性心肌梗塞 嗯 如果你把血管接通接得好 那病人 可能鬼門關就被拉回來 嗯 那第二個外科醫生是 一夫當官嘛 嗯 尤其是心臟外科 心臟外科的刀 其實老實講 我不見得覺得很難 嗯 可是心臟外科的刀非常雜 就是你要從 尚從空調聲一直到那個門 都要管好 因為很可能 很可能空調調得太大聲 又影響你開刀的情緒啊 然後這個門 常常有人走來走去 你心情不爽啊 因為你他的步驟很多 都有一些 可能開個刀有三四十個步驟 那你常常就要背起來 嗯 好那你當然像我們現在開得很順手了 三四十個步驟都下來 是沒有問題 嗯 可是如果說你是剛上手 嗯 那常常會 比如說從步驟十九 跳到步驟十八 嗯 倒退走 嗯 那這小姐會又通知你啊 欸 蘇大夫你好像做錯了 嗯 那你 護士小姐也要知道開刀的順序 當然 當然 那你如果是像我們以前 比較年輕的時候就會罵他 你懂什麼啊 嗯 結果到最後還是乖乖做回來 嗯 外科迷人的地方就是說 你可以去宏觀調控你自己所有的作為 而且你是一夫當官 嗯 全部人都看你表演這樣 哦 那行動 開刀的時候要放音樂的人嗎 嗯 應該不可以 哦應該不可以 那我們怎麼看影集裡面好像有一些 有一些開刀的醫生好像會放古典樂或者放什麼 心臟外科比較不行 因為有時候我們要聽那個 那個什麼警報音 警報 有時候機器會叫 嗯 有時候斷電會叫 有時候這個麻醉機沒開會叫 嗯 或麻醉漏氣會叫 嗯 那如果你在那邊聽錄音帶的話 你可能這些警報什麼都聽不到 對 而且要感受心跳的聲音 有時候心臟是停下來的 哦 OK 對對對 心臟是停下來的 哦 對 不過你知道 因為當然這幾年就是 長輩進出醫院嘛 所以對這個醫院也比較有所接觸 當然我們一般的人都會覺得說 就是當這種就是家裡有人重病的時候 你經常要這個跟醫生 醫生接觸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哇以前的那種生物學啊 或什麼 那種生物都念太差了 你知道 其實不會啦 覺得都沒念好 然後就會覺得 哇自己的那個 醫學嘗試真的很貧乏 那 對於人體構造啊 或什麼這些 你知道 那我是覺得是應該主治醫師解釋的關係吧 就像我寫這個書 我是希望說 對 當然很多醫師解釋的是蠻好的 這時候你也會去 深感不足嘛 就覺得以前 以前好像應該稍微 那現在還可以唸 稍微唸好一點 對 所以當然現在就是 而且 就是 而且當然就是因為你 你經常這個醫院這樣進出啊 這些重病的狀況 所以你我也會比較喜歡 也會開始看這種醫學影集啦 醫院的影集 對不對 然後 然後再加上 所以我看你這本書我也蠻有feel的 我覺得就是你 因為你不只是 當然你就是講很多這些外科的歷史啊 或什麼 但是你也有把自己的 你自己的一些case 成長的過程也寫上去 對對對 也有 也有 其實蠻有意思的 也學到很多 就是歷史 因為一般也有 當然也有很多醫生現在在部落格上寫 但大部分其實他們寫的也比較限於自己跟病人的接触啊 或者自己的case的一些東西 比較不會寫到你這些醫學宏觀一點的歷史啊 像是科普啊 古今中外 你這個比較融會貫通一點 就是 其實這些文章都是可以在網路上找到一小塊 那只是我讀了以後把它看一看 然後再去發揮再找資料一起加入 所以會 所以你會覺得在哪個地方曾經看過類似這樣的東西 那只是說我把它做一個調和的工作這樣 嗯 對 因為你也也也就是也根據一些你自己的一些經歷嘛 是 對不對 對 看到的這個 看到的 看到的 看到的病嘛 齁 嗯 對 所以你是但是現在現在這個 很多外科醫生都要去當醫美嗎齁 這是很嚴肅的問題 嗯 醫美 醫美有很多東西也是 也是需要技術啦 所以你去打那麼多玻尿酸 你還是要去割雙眼皮 熔乳啊 拉皮啊 這些還是其實還是需要整形外科 嗯 不過現在普遍醫美比較多的還是那些所謂微整形啊 嗯 就是什麼打玻尿酸 雷射拉皮啊 打脈衝光啊這樣 所以比較沒有到整形與重建外科的那個 對 層級對不對 那種層級會比較高感 嗯 像美國那個美國影集整形春秋對不對 對對對 那些 Nip Talk 那些東西都是寫得很真實 嗯 美國的影集像急診室的春天啊 像這種整形春秋 這些東西都把醫學寫得很好 可是 反觀 比較亞洲的齁 除了是Brain New Heart 就是那個韓國那個影集 還拍得不錯以外 剩下衣龍啊 還有白色巨塔都還是 比較沒有那麼醫學啦 嗯 對 比較沒有 因為韓國那一部叫什麼 欸 嶄新的心吧 Brain New Heart 就是Brain New Heart 有 有這 有這部 有這部 所以你都有在看 欸 有時候值班沒辦法 那都重播的時候就看一下這樣 喔 對 所以你覺得就是美國那些他還是比較專業一點 對 他是蠻專業的 他的名詞會比較實際 嗯 而且那些 案例那些 場景都比較逼真 嗯 比較逼真 嗯 就 比較像 比較像你實際上有接觸到的 對對實際上 你就如果是 醫學人看到他們那些影集 你會覺得哇 真的拍得很好 喔 OK 對 但是影集裡面那個 實習醫生又跟主治醫生談戀愛啊 或者主任又愛上 哈哈哈 主任又愛上了護士啊 其實其實我是覺得啦 然後 對啊 這個總要一點 太枯燥無味了吧 嗯 那實際上呢在醫院裡面呢 我只能說醫生是人 嗯 醫生不是神 嗯 我常我寫這本書 其實最重要的重點是 告訴大家 醫生也是人 好如果你把他當神看的時候 如果你看到醫生 欸這個 收繪嘛 收紅包 嗯 對不對 嗯 然後找小三 嗯 你會覺得好像 醫生完蛋了 道德文上 可是 我是覺得 在醫療專業 你應該用放大鏡去檢視醫生 但是私生活我覺得 算了 眼不見為盡 啊 私生活算了嗎 眼不見為盡啊 眼不見為盡啊 喔 OK 那個 所以你自己的 你現在的狀況是怎麼樣 你已婚嗎 我已婚 我兒子18歲了 你的兒子都18歲了 對對對我的意思是說其他的人不是指我 呵呵呵 OK 我不知道有可能 你有可能已經第二次或第三次了 對啊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一次 那你太太也是也是醫 護士 也是 典型 非常典型 醫生碰到護士 沒辦法 我還是去外面聯誼認識的 喔是外面 不是在本自己的醫院嗎 對啊 不是 是不是另外一家 你覺得醫生 去同一家醫院在院外聯誼認識的護士 哈哈哈哈哈哈 就在院內沒有碰到 對 嗯 你覺得醫生 醫生跟護士這個結合好在哪裡 嗯 同理心 同理心 不用解釋自己的schedule對不對 對 像我老婆如果 已經那個 晚上醒過來忽然發現我不在身邊 她已經覺得 絕對我不會跑去哪裡 她一定是醫院開刀 嗯 對 也不會打電話去說欸 蘇醫師是不是在開到房裡面 嗯哼嗯哼 對 隔天就看到我很累的回來 知道上完急診到了 但她現在 她後她還有 有在繼續當護士嗎 沒有沒有 OK 所以就是那個時候 對 就是以前過的 比較辛苦的日子的時候 嗯 對 曾經把曾經被她把這個 手機放在電鍋裡面 嗯 什麼意思 為什麼手機放在電鍋裡面 因為那個 手機叫醒的先是她 絕對不是我 呵呵 所以後來還是把手機關在電鍋裡面 那這樣子 那你不是錯過你的開刀 不會啊 因為值班啊 還有 醫生 醫生很多防呆裝置 不是只有電話 不是只有手機 你說防什麼防什麼 防呆 防呆 防呆裝置啊 對 醫生會有很多防呆裝置 什麼是防呆裝置 防呆裝置 防呆裝置意思就是說 不容許你 一直累進犯錯 哦 比如說 醫生值班 絕對不會只有留一支電話 嗯 如果電話 忽然遇上這個 網路塞 塞車 嗯 那怎麼辦 那你還有室內電話 嗯 那室內電話 如果沒有的話 你還有家裡面住職啊 對啊 所以醫生在值班 有時候看那個名冊 有時候可能都會留兩三支電話 嗯 一支兩支三支 還有室內電話 可能留一支兩支這樣子 嗯 都會有 嗯 不過其實外科 外科也也不好當 因為你開了 你們也很難出國嘛 對不對 出國其實就是 開醫學會嘛 嗯 那開醫學會我都是跑去玩啊 嗯 然後看到自己喜歡的題目 再偷偷回來 這樣寫信德報告這樣 哦 對但是就是說 因為外科醫生 就是說你開完到你還 要照顧這個術後 對 對不對 但是現在分科比較 比較細的 比如說你開完以後 大概到開刀房去 都還有其他的 這個組織醫師幫忙看到嘛 嗯 不然的話你這樣 根本沒有辦法 開幾台刀嘛 嗯 所以大家會輪流 所以基本上現在 外科現在 就是應該講說醫院啊 越來越縝密 嗯 然後人越來越多之後 你分工越來越細 當然你就獲得 休息的時間比較多 嗯 那當然相對就 有些工作量就會在 落在某些層級上面 比如說護士 嗯 比如說植這個 ICU的 就是加護病房的醫生 嗯 這些人他們承受的壓力都很大 尤其是急診 嗯 像急診的話 尤其台灣 只要有錢就可以看急診 嗯 管他什麼減傷分類啊 所以 常常就是急診室變菜市場 嗯 很辛苦啊 嗯 但是政府不管這一塊 嗯 OK 今天開堂室 這個 心臟血管外科主任蘇尚豪 同時 也是 新興作家 謝謝 這是第二本書嘛 對不對 對 第二本 OK 這本算是這個散文 散文集 散文集 然後前一本小說 國姓爺的寶藏 得到亞洲周刊 2012華文十大小說 哦 今天這個亞洲周刊十大華文小說得主 也是我們博恩中和醫院心臟血管外科主任蘇尚豪在這裡哦 帶著他最新的散文集開堂史 所以這個就是講外科歷史 對 對不對 大部分啊 嗯 那麼 但是剛剛 剛剛之前 剛剛之前那個我們蘇主任說他不敢玩糖果碎 但是就在廣告時間偷偷聽到他在說 其實他有一陣子有在玩憤怒鳥 那玩得很兇啊 等一下你不是要保護你的眼睛嗎 欸 玩得比較沒有那麼密 因為可以休息 是嗎 還是你玩玩憤怒鳥 你發現好像對眼睛會有影響嗎 會 聚焦會差一點 真的嗎 因為你太專注於那個螢幕了是不是 對對對 所以 我們看東西都很精準嘛 因為我們 在縫血管那個線就跟頭髮絲一樣 所以看 看東西都是要這個帶放大鏡看 那養成那種東西看的 像我的眼鏡都要配到1.2 1.5 嗯 沒有辦法 因為看那個要很sharp嘛 嗯 所以玩那個東西如果上癮的話是很傷眼力的 後來就借完了 哦 OK 所以難怪他不 他玩過憤怒鳥 他現在不敢 他不敢 不敢 不敢玩那個糖糖果睡 對對對 所以外科 眼力 眼力跟那個手很重要 對對 嗯 所以外科醫生老實講 像我們心臟外科醫生 十個裡面大概真的訓練出來可以開刀 可能 不到一半 啊 真的 就是說會常常動刀的 不到一半 有些人會慢慢轉到 轉到這個學術研究上面去 因為心臟外科大夫 這個有時候開完以後 這個一翻兩瞪眼啊 是站得進來躺得出去嘛 所以 像 你說第一次去開刀就是 就是一翻兩瞪眼嗎 不會 我的意思說有時候啦 像有時候那種急診刀 你一翻兩瞪眼你開完 很可能就翹辫子 那有時候如果你開太多人 都是很難過的時候 其實心理的煎熬很大 嗯 哦 你就說當然你可能 你可能覺得 你對外科有興趣 但你真的開下去就不知道 你到底能不能承受得了 對所以 所以美國有個 有個 Dr. Gibran Jr. 他很 他是全世界第一個 用這個心肺肌開心臟 就是把心臟整個停下來 用心肺肌取代心臟跟肺臟功能 嗯 來補一個心房中隔缺醇手術 他全世界第一例 這是哪一年的事情 19 19 194幾年 嗯 結果這Dr. Gibran開完這一台之後 後面連續開了好幾台都死掉 他以後就不開了 他就去專門研究他的心肺肌 他是 應該是說心臟外科研究發展史上 很厲害的這個心肺肌的這個 創始跟發明的 嗯 可他只開了大概 不到十台吧 就是說你的心臟夠不夠強大 對 來承受這些 對不對 其實每一個外科都一樣 不是只有心臟外科 嗯 對 不過當然就創傷外科是很很緊張的 對不對 對創傷外科那更緊張 尤其現在 還有什麼 這個高級創傷救命術啊 這些 我們叫ATLS 嗯 在台灣現在每年都在訓練 嗯 高級創傷這個外科 又跟我們是不同的思維 因為他是要用減傷分類 所以他常常考試啊 比如說 有四個人在 在那個 打 打這個高爾夫球 就有一個雷級打下來 嗯 然後第一個有聲音 第二個沒聲音 第三個有呼吸 第四個嗨嗨大叫 你要先救哪一個 嗯 都常出這種狀況題 哇 那對 再來再出一下講 講清楚一點怎麼樣 四個人怎麼樣 四個人打球嘛 嗯 然後被這個 雷級打下來 然後第一個沒有氣 第一個沒有氣 就是表示已經光了 第二個機會生癮嘛 嗯 第三個痛苦哀嚎 嗯 第四個我忘了 那你要先救哪一個 嗯 你覺得要先救哪一個 就是那個沒呼吸的 就已經不用 就沒辦法 就是他已經沒呼吸了嗎 要先救哪一個 沒呼吸的 還是會生癮的 還是痛得乾乾叫的 身癮的那一個 對 我可以當創傷外科的那件事 不是 因為嗨嗨大叫那個 可能沒有那麼嚴重 他還叫得出來嘛 對 那你不要再浪費時間 跟資源去救那個 對 已經走的那個嘛 對 對不對 所以你就是要去 對 他裡面還有很多題目 比如說化學爆炸 那炸完以後這個 哇這個就是 就是去美國德州對不對 他們前一陣上課 對 他們常常有這種題目 嗯 炸完以後有人什麼 頭破血流有人生有人沒生 一樣的題目 嗯 然後看你要先救哪一個 因為 因為你一個指揮官到現場 你可能只有兩三個人 那一下倒了十幾個人 嗯 你可能要先救那個 這個 有救的 所以這個跟戰地醫生是 對 其實就是減傷分類嘛 那所以我書裡面有寫到 就是 這個奧克拉克馬大爆炸 有個嬰兒被 這個 從 這個 這個什麼廢墟裡面拖出來 就咽咽一息 嗯 那減傷分類醫生一看 送去買了 就直接帶走 嗯 然後全在旁邊的民眾 就開始鼓噪罵他 吐他口水 嗯 可是那醫生講 這就是減傷分類 沒辦法 救不起來 嗯 就是說就是你要當場判斷 救不救的起來 對因為你沒有那麼多人力 可以把一個人救回來 如果 如果救不回來 就不要 不要勉強 因為其實還有其他更需要救的人 在後面等著 所以要去救救的回來 對 這個就是最高原則 對 減傷分類 對 哇 對所以當醫生 你 心臟需要很強大 因為你常常在做這些 你在做上帝的決定 不是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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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常講 沒有辦法 我說那樣子的case 對 那樣子的case 他真的就是上帝 沒有辦法 所以你說 像上次不是那個 二高不是整個 整個這個 路被埋了嗎 喔 你說上次就是 其實如果按照我們減傷分類的立場 或我們醫生的立場 我覺得 就慢慢挖就好了 不用救了 你不要期待 救 你應該是為了搶通路才去挖 而不是為了救人 不要給家屬那麼大的希望 那挖出來可能 肢力破碎了 應該絕對不可能救得活 但是那你這樣講 但是你看每次 最近四川又地震對不對 對啊 但是那時候地震就是 還是要第一時間去搶 就不是 常常會講這個黃金72小時對不對 對啊對啊 所以就很多那種救難犬啊 什麼的過去救嘛 但是因為當然地震你可能就是這些東西倒下來 它會有縫隙或者什麼 這個比較有可能 所以說 所以我舉這個例子 可能也不是很恰當 跟那個 跟那個二高那個 走山的那個狀況 那個也是很恰當 因為你七十二小時之後 後面你就慢慢救了 你就不用那麼多高密度的人去救了 因為那時候人也累了啦 你不可能說派個幾千人 然後 一百多個小時就沒有休息 對但是我意思說因為地震它可能 對對對 人比較有可能在一些 縫隙當中 縫隙裡面 對對對 但是像我們剛剛講 你之前我們提到那個 北二高 走山 走山 那個就是那個埋下來 那個就沒救 那個就是 就是瞬間就再見了 再見了 對 對不對 不是說再有任何的這種 遮蔽啊 或者怎麼樣的 對 東西擋下來 蘇尚豪心臟血管外科主任 蘇主任今天在這裡喔 他的第二本散文集 第二本書啦 第一本是小說 這是第一本散文集 那個 等一下你的很多一些title都還蠻驚人的耶 故意的 深髮水與威爾綱 女明星與消毒 對啊 這些 深髮水威爾綱是 是這個用副作用來治療病 副作用來治療病 深髮水其實剛開始是 弱健嘛 其實它是 不是打廣告啦 因為它剛開始的時候是治療高血壓 結果用了以後高血壓治療的不是很好 每個人都毛很多 嗯 然後那個藥廠就覺得 那就不要來做高血壓藥 我來塗頭髮 塗頭算了 所以一塗的話就發現 你說吃了這個高血壓 然後它本來長頭髮 長了很多毛 不是只有頭 頭髮 然後後來那個藥廠就說 那乾脆我來塗頭髮算了 塗頭頂 所以發現人家確實有效 所以要變深髮水 嗯 所以你如果深髮水覺得 塗一次沒有用 那沒有按照處方指示 每天塗塗塗塗 塗一塗你可能昏倒在地上 應該是高血壓藥 蛤會昏倒在地上 對啊 那是高血壓藥 因為頭皮吸收 你可能整罐麻倒的 覺得效果不好 一直塗的話 那它會降血壓 會啊 會降血壓 會降血壓 那所以不是很好嗎 所以高血壓的人 你就算有頭髮也應該塗嗎 哈哈哈哈 是不是這個意思 只是不好啊 因為那是副作用來治療 多那個 那個男性塗嘛 那威爾剛更好笑啦 威爾剛是因為 沒有 所以你說 你說 治療禿頭 所以它會 會可以降 可以降到血壓 它那個藥就是降血壓藥啊 啊 所以你有的人會覺得 塗一兩次覺得不夠力嘛 對不對 如果你早上也塗完 上也塗下去 那整瓶倒下去啊 那準備就昏倒了 因為降血壓 有這樣有 真的有人昏倒嗎 當然是沒有啦 好 威爾剛是更好玩 威爾剛是因為 他也是治療高血壓 嗯 結果後來發現這個 欸 這個藥效不好 準備回收的時候 這個老先生都不把藥拿走 就不緩了 喔 然後發現說 喔 他們覺得可以回春 回春啊 藥廠覺得 欸這個效應不錯 所以他們就拿來當壯癢藥 就是 那個 久久沒有生期典禮的老先生居然 對對對 那個 國旗都生起來了 對對對 所以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藥 它上面會有禁語 如果你跟 這個降血壓要服用 是要慎防低血壓 因為它本身 這也會昏倒 對 對 所以剛剛有人就想啊 說如果這個老先生 他覺得自己的頭髮不夠多 嗯 然後又吃威爾剛 又吃高血壓藥物 他很可能 因為塗了這個 生髮水之後吃威爾剛 然後太太就說 欸 這個怕你等下這個 會高血壓 你先吃點高血壓藥 可能還沒開始 衣服還沒脫 可能就昏倒在地上 哇 但是通常這些老先生 都會再吃高血壓藥嗎 對啊 然後再如果再吃威爾剛 不是很危險嗎 對 所以我們的禁語裡面會寫 當然它的降血壓藥效果 沒有那麼大啦 但是 還是 還是偶爾會碰到鬼嘛 所以不可以兩個一起吃嗎 可以 但是要需要監測 喔 需要監測 OK 但是因為通常都是在吃高血壓的 高血壓藥的人會需要威爾剛 不是 但是他從來應該不會跟高血壓藥一起吃吧 就是不用 不見得是同時啦 對 不見得同時 對 但是就是說通常是高血壓患者 對 然後他會需要用到威爾剛 OK 那麼那是女明星與消毒呢 女明星 因為消毒剛開始我們講過 剛剛那個開刀是不戴手套嘛 對 那可是消毒的觀念有 那消毒水就噴到這個手啊 都很容易過敏嘛 那又在John Hawkins Hospital 一個女護士就跟他們的外科部主任說 這個我噴的手都傷害了 那外科部主任就那時候看 就是有橡膠嘛 就給他訂個橡膠手套 喔 所以這個是這樣開始的嗎 橡膠手套 對 所以那個女明星 那個那個護士就嫁給那個外科部主任 那副手套現在 喔 開堂史真的非常有趣的一本書 喔 這個我們博恩綜合醫院心臟血管外科主任 蘇尚豪蘇主任喔 這個 將 許多 呃 醫療歷史 結合他自己自身的這些經驗喔 是 那麼 剛講到女明星與消毒 對 你只講了消毒的部分 因為那個護士 發明這個橡膠手套外科 外科醫師就幫他訂了那個 手術房 幫他訂了橡膠手套給他使用 對 結果 讓那個護士小姐的這個手 嗯 嗯 不要受到傷害嗯 嗯 到最後就嫁給這個外科部主任 OK 那個手套現在還在 John Hawkins的那個博物館裡面 嗯 這個 這個學校算是醫學院是很重要的 很有名的 很有名的嘛 對 那個 那麼 所以那你剛剛講的消毒的部分 那個女明星 那個女明星 女明星我為什麼要講消毒 就是說 那個 那個 消毒跟戴手套這個觀念 在以前是沒有的 嗯 那尤其是那個 曾希摩爾演的一部片 叫做荒野女疫情啊 喔 台灣有播 有演過啊 嗯 那裡面我記得以前在看的時候 很精彩就是 他開完刀就直接 那個手直接在臉盆上面洗一洗 然後擦一擦 他還沒戴手套 嗯 然後血淋淋血乎乎的 嗯 那我是用這個女明星這個影集 帶入我這個後面要戴手套這個 嗯 這個主題 所以他才下這個標題 嗯 其實告訴大家就是說 醫生要戴手套開刀 其實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 才普及的 喔 OK 才普及的 對 對 所以你也把那個 那個 約翰霍普金斯的 醫學院 醫院的那個手套 對 你這裡面還 相片蠻多的 對對對 其實就是網路嘛 現在網路不發達 嗯 還有就資料上面 現在都很樂於分享 所以都可以拿來用 圖文並茂這樣 那個 那你講到說 你說十九世紀的時候 麻醉藥怎麼樣 其實 這段比較精彩 因為說外科 為什麼用大藥劑 其實就是麻醉發明嘛 嗯 以前早期在中古時代 你要開刀只有兩條路嘛 嗯 第一條路就是喝酒喝到醉 嗯 第二條路像阿拉伯世界 所以就拿棍子麥打昏再開刀嘛 嗯 那 所以理髮師是變成外科醫師的主流嘛 因為他左手 是 右手拿剪刀 左手拿刀子嘛 嗯 其實現在在坊間有些 比較老一點的剃頭店 我們叫剃頭店 他們 還是幫你剃頭髮 然後就拿剃頭刀 幫你刮一刮 上面 還要再點字啊什麼的 其實這些都是以前 這個 就是理髮師在做的工作 嗯 那因為有麻醉這件事情 嗯 那麻醉比較好玩 就是說它是 19世紀的搖頭 搖頭趴來的 嗯 因為18、19世紀 很多人會 很多所謂化學博士 會分 會 會合成一些東西 嗯 那辦一些趴提 讓你吸 讓你吹 然後你就 哇 就頭部腦脹嘛 嗯 那撞得頭破血流不會痛啊 那裡面成分其實就是 乙泥跟校氣 嗯 那正常人看的可能覺得 哇 我來試一點 嗯 可是外科醫生看來就覺得不對 欸這樣子 欸 我就拿來給病人吸吸看 我再給他開刀好不好 嗯 這樣我就不用讓他喝酒 我每開個刀就要給他一瓶威士忌 很累 嗯 欸他就吸一吸 開完刀就好了 那這個醫生叫 美國的是隆恩醫師 嗯 他用了這個 第一次麻醉 這一天就是 現在美國的醫師節 哦 3月30號 哦 OK 哦醫師節是這樣來的 所以他們會講說 A是慶祝麻醉科醫師的生日 其實我覺得不是 應該是說慶祝外科醫師第一次把麻醉使用在病人身上的日子 因為有些人謙卑不醉啊 你給他灌他也不見得醉對不對 對對對 那也死等不到那個開刀的時間 對對對 但是麻醉所有人都一視同仁 他一定會 不見得哦 有些人喝酒的人確實有時候比較麻不倒 耐受性會比較好 哦真的嗎 就是可能人家打了針之後 他可能三四個鐘頭才會好好醒過 他可能幾十分鐘就醒了 哦 常有 對也有也有 對有人說他被麻醉之後他好像就醒了 他就很清楚知道那個醫生在他身上幹嘛 我覺得那也很可怕 對對對 因為有時候你比如說上藥椎麻醉嘛 那你是醒著的啊 只是下半身不能動嘛 那醫生一定會打一點藥讓你睡覺啊 對 那可是你在打的過程中很可能代謝就很快 嗯 然後醒過來一看 那醫生在那邊說笑話 還在那邊嘰哩瓜 還在那邊割引東西 對 那這種時候 這種時候 那病人可以講說 他可以講話嗎 可能那時候你還沒完全醒過來 但是你會聽到聲音 所以常有 就是有點像鬼壓床的時候嗎 對對對 就是說你明明知道 但你啊 啊啊 但是又叫不出來 對 這常有的事 但是你們那邊開你也不知道他 對 所以講話就要小心 不能講什麼黃色笑話幹嘛的 比較不好 哦 OK 哇 那個 我有過幾次開刀經驗這樣 也是被麻醉這樣 嗯 那也滿過的 因為你很快就 就好像 就 就 那不錯啊 有些人他有麻醉後已經 失去知覺 或者什麼 頭昏啊 吐啊 有些人 對麻醉要反應效果 反應的那個還蠻劇烈的 你說那個是醒來之後吐嗎 對對對 哦 OK 就是術後的 對 術後的反應 不過你有一天講到那個 縫線是昏的 還是素的 這個蠻有趣的 哦 這個哦 這個是因為我當一個師傅看病啦 結果後來他們 我們去那個 道場裡面幫他們上課嘛 嗯 然後信徒就會問說 欸 請問一下醫師這個 他去穴位埋針 埋線嘛 他不是要減肥 嗯 然後那個醫生跟他講說用的是羊腸線 嗯 他就問我說這個是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昏的還是素的 還是 羊腸線 然後後來我 我們知道這應該是昏的 因為因為英文名字叫Kega 嗯 可是Kega應該叫貓腸嘛 嗯嗯嗯嗯 老實講我們醫學院的學生 對縫線這一塊是很少教的 就只是告訴你說這個是可吸收縫線 就是肉線嘛 然後這個是奶尼龍線 是縫皮的 但是很少的老師會跟你講說 這個線是什麼 可吸收線肉線 所以也是 那個是 那個是合成的 現在都合成 毛腸線現在 羊腸線現在大部分用在 比較吸收快的傷口 像隔字窗還會用 嗯 那 那我就去查書啊 嗯 才知道說喔 原來縫線也是很有歷史 就把它寫在裡面 那裡面還有一個 更好玩的是 非洲現在還有在用 就是用那種大螞蟻 就把它咬住 然後就一排的那個螞蟻頭 就像定數劑一樣定上去 然後把它身體咬掉 那就剩一個頭 像定數劑一樣 把你的這個傷口整個密合起來 這很環保啊 等到傷口長好了 就把那個頭踢掉就好了 現在非洲還有人在用喔 等一下那個螞蟻 就是他去咬住傷口 他是活的嘛 對啊 然後到時候就把他 然後就把他身體扭斷 所以那個螞蟻 他一定會咬住嗎 對 是怎麼樣 他是他嗜血嗎 還是怎麼樣 不是啊 他就抓起來直接把 像定數劑一樣把他咬住 但是為什麼那個螞蟻 因為螞蟻也是個活生生的東西 他為什麼一定會去咬住呢 就你抓住他的時候 就可以把他 像定數劑一樣把他放著啊 然後等到螞蟻把他扣住以後 就把他身體扭斷 剩一個頭在上面 他想離開也離不開了 這個在非洲的土著 現在還有在用喔 這樣衛生嗎 其實如果我們想 那種傷口應該不會乾的 因為螞蟻會吐乙酸 乙酸也是一種消毒劑 不是他已經死了 他在吐乙酸 被咬你之前要先吐點乙酸啊 喔 對 所以那種傷口也環保啊 到這個傷口長好 就把頭膽掉就好了 呵呵呵 喔 OK 所以就是那個線還是會蜜 對啊 傷口還是蜜的啊 喔喔喔喔喔喔 主要是要讓他那個 只要讓他傷口能夠咬住 那我們現在 如果有到醫院去 像醫生問你 你要不要用定數劑的傷口喔 我們就真的是定數劑 咕咕咕咕咕咕吧 那就跟螞蟻頭一樣嘛 咕咕咕咕咕咕一樣 所以你講說可以吸收的那些線 就是表示就是不用拆線嗎 對對對 像瘋在肚子裡面 那些現在大部分都合成的啦 不過應該有些是昏的 有些是素的 但是合成 合成他他會 他會就是會融 會就是會 會被組織吸收掉 喔 組織吸收掉以後 他就沒有彈力了嘛 然後會排出來嗎 不會 不會 所以有些人 可能你開完兩三年的刀 以後發現 奇怪怎麼還在冒濃 我們叫Stitch Epsis 就是這個縫線的潰瘍 縫線化濃 就是身體一直要把那個 可吸收的線要排出來 因為有些人的體質 還是不能對那些 所謂可吸收的線能夠吸收嘛 所以那個線不會化掉 它不會就是融 就是 它不會化掉 它就像一個 一個白白的東西 留在裡面 你在如果 就是一條線留在裡面就對了 沒有沒有它到最後會 會萎縮萎縮 吸到最後變成好像 一條白白的細線在裡面 它不會像 會比原來的size更小 更小更小 對 所以Stitch Epsis的病人 就很辛苦啊 如果是 就有線它沒辦法吸收 它會不會不適應 它一直冒 而且有時候甚至開 我看過最多的好像是 十五六年了 所以你又要再開一次刀 把那些 就是 結出來嗎 到最後把傷口化開 清一清再關起來就好了 就不要用那個 就不要用可吸收縫線 用奈隆線把它關起來 然後 奈隆線怎麼樣呢 奈隆線是 不可吸收到最後要拆線 要拆線 對 對 但是因為有些那些 那些傷口是在內部嘛 所以你一定要 對 那就縫深一點戴起來就好了 其實傷口 我們身體的修復能力是很不錯的 對 只要你不要太大 大概兜一下都可以長 對 我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我認為 如果你喜歡 平常喜歡看這種醫院影集的話 應該也會很愛看你的這本書 我是看的還蠻津津有味的 我必須承認 就看醫生嘛 其實我覺得 就看看嘛 笑一笑 因為可能我們看一百年前的東西 我們會笑 這些人怎麼 胡搞 尤其是裡面 我舉一個最常常讓人家有笑點的 就是 你知道全麥餅乾是幹嘛用的嗎 全麥餅乾 全麥餅乾剛發明的時候 全麥餅乾剛發明的時候 是為了降低男生 這個手銀的次數 哦 因為他們認為 手銀會造成所有的病 嗯哼 那所以他們就發明這個全麥餅乾 嗯 然後讓男生可以 降低自己的慾望 全麥餅乾吃了會降低慾望嗎 我不相信 哈哈哈 可是他剛發明的時候是這樣子的 哦 對 沒有啦 這個就是這個就是行銷啦 要讓所有的媽媽去買給他們的兒子 沒有沒有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但是有證明說全麥餅乾會降低嗎 沒有證明 對 所以我意思就是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行銷手法對不對 那應該不是說行銷手法 應該說 因為這個餅乾一定都是媽媽 家裡有那個成長中的兒子 媽媽都很擔心這樣 不是不是 因為十八十九十七十八世紀的時候 認為男生很多病都是因為手銀來的 對 然後所以就很多人來做什麼靈修啦 吃藥啦 那這個連結到哪一個病 就是他們認為癫癫啊 也是因為手銀來的 那所以他們給他們吃一個藥叫秀化甲 那癫癫這個藥有一個叫秀化甲 他吃了以後你會come down 那他們認為說吃了會come down 那相對這個會降低性慾嗎 那是不是也會讓癫癫降下來 那確實就用這個連結 然後給他們吃了這個秀化甲之後 癫癫就減低發作 那所以全麥餅乾有含秀化甲 沒有 全麥餅乾沒有 是說那時候的氛圍都是在找一些東西 來降低男生亂胡思亂想 所以秀化甲跟全麥餅乾 可視為同類的東西 可是現在聽來很不可思議 你這樣講的很多男的很多男生 不會敢吃家裡的全麥餅乾了 對啊 你會讓全麥餅乾滯銷 OK 所以蘇尚豪蘇主任 所以下一本書是什麼 是小說還是散文 已經交給時報了 看到什麼時候出了 小說啦 小說嗎 寫狼人 狼人啊 從鄭成功跳到狼人 這個range也太廣了 不會啦 還是醫療的東西 喔 OK 醫療的東西 醫生是狼人這樣 醫生是狼人 對 但是醫療史上應該沒有 沒有真的狼人的case吧 醫療的史上 狼人這個字就是 煉動物癖的來源 喔 我們叫 Lichonthrope 那Lichonthrope這個字就是狼人的自根 喔 所以 有的 那我為什麼寫這個小說 就是有個病人 他發病的時候 就覺得自己是娘妹妹 他就會 你真的碰到一個這樣病人 對對對 他就把他發 這個怎麼會是你的病人呢 你是心臟血管 沒有我實習的時候碰到 一直在我腦海裡面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這樣病人是什麼東西 這個男的還女的 女的 他是英文老師 然後 後來他 男朋友把他拋棄之後 就受不了 就病發 然後 他每次發病的時候 就到那個 草地上就開始啃草 喔 然後跟他講話 他就跟妹妹妹跟你回應 他也不會跟你講話的 然後他會去找公的公羊交配嗎 那問題是沒有公羊 哈哈哈哈 一夜沒有公羊 結果後來 後來我去查這個字根 很有趣 他就是狼人的字根 喔 對 所以當年的這個 一個病例這樣子 一直生殖你的腦海 對 那這個狼人是 背景是在台灣嗎 對 喔OK 台灣狼人好像 還沒有這樣的小說出現過 對不對 對 OK 哇 所以我們看這一本會不會 成為那個 2013 十大華文小說 我們今天非常感謝蘇主任 謝謝 謝謝 開堂史 謝謝 謝謝 喔 人來瘋 那個 荷蘭有大事 荷蘭碧翠斯女王今天退位 把王位傳給了兒子威廉亞利三大 46歲的威廉亞利三大 成為荷蘭120多年來 三任女王后的首位國王 OK 所以荷蘭首都阿姆斯特山這個 用象征王室的橘色布置全城 家家戶戶都插著橘色的棋子 商店擺滿橘色的蛋糕 哇 orange orange city OK 然後 今天是荷蘭女王 女王日國定假期 所以街上參加慶祝活動 民眾也一身橘色的 的 的裝扮這樣子 哇好讚喔 所以日本皇室也 也也也去出席了 你知道最羡慕這個 對最不是滋味的人就叫做 查爾斯王子 Prince Charles 對啊 因為 因為她媽要 她的媽媽要比 碧翠斯要老多了 碧翠斯女王75歲 75歲 傳位 傳位給那個 給她46歲的兒子 但是 伊莉莎白好像已經88了 對不對 80多了 那個 OK 佩翠斯女王 近年連續遭逢巨變 丈夫與母親過世 最小的兒子 肺裡四顆 呃 滑雪發生意外 腦部重創 昏迷 呃 OK 所以 有荷蘭 荷蘭有新的國王 然後那個 日 日本 日本王子 有去 有去參加 對啊 而且 雅子妃也跟她一起出訪 日本德仁太子 對 日本太子 德仁太子 但是好像 好像結果 結果那天 就今天好像那個 重要時刻 她卻沒有出席 因為身體 身體不適 對啊 雅子妃 雅子妃的憂鬱症 有這麼嚴重嗎 那個 那個 OK 所以 所以荷蘭現在是 完全是一個 橘色派對 Orange Party 當然最感嘆的人 就是查理王子 OK 對她也去參加了這個 登基大典 真的她心裡在 心裡在 淌雪 什麼都 而且 對啊 而且亞歷山大也比她年輕 你知道嗎 那個 威廉亞歷山大 亞歷山大 威廉 亞歷山大威廉嗎 還是威廉亞歷山大 那個 剛剛是怎麼講的 William 威廉亞歷山大 William Alexander 威廉亞歷山大 那個 那個 喔 對 最近那個波 波士頓的爆炸案 有沒有 結果不是他們 那個 哥哥跟弟弟 那個兄弟 他們那個時候 不是劫持了一個車子嗎 就他們劫持了那個 賓士ML350 修旅車 那個車主呢 就是一個 來自大陸的 中國人 丹尼 結果 他真的很lucky 那個 他說18號深夜的時候呢 兄弟 當嫌犯中的哥哥 持手槍 敲打他租來的 賓士ML350 修旅車的車窗 並且 賀令他別輕舉妄動 還說 你知道波士頓爆炸案嗎 那是我幹的 而我剛才 又在劍橋殺了個警察 結果這個26歲的丹尼 被迫讓他們上車 載著他在波士頓郊區流窜 但是那時候弟弟 佐哈澤開著轎車尾隨 這弟弟並沒有跟著一起上車 奇怪 然後明明有一台車 是幹嘛還要去接 搶另外一台車呢 然後這個丹尼最初於2009年赴美 在東北大學讀工程研究所 就是在波士頓的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東北大學 他兩個月前 才從大陸返回波士頓創業 然後 這個 這個哥哥跟丹尼說 OK 你是中國人 我是穆斯林 然後這個丹尼呢 非常緊張 但是他還是說 中國人對穆斯林很friendly 很有善 我們對穆斯林 友善極了 然後呢 後來兩部車停靠路邊 這個 兩個兄弟把看似行李的東西 放到後側巷 然後這個弟弟同時呢 也上了他這台休旅車 然後換哥哥開車 然後這個 兩兄弟應該是用他們的 他們的話在 對話 所以是 車神話嗎 那丹尼只聽得懂 曼哈頓 那麼 接著呢 他們用英文問他說 這個車能夠開出 馬州嗎 能夠開出 Massachusetts嗎 那 丹尼問什麼意思 比如說 紐約 然後車子開到一間加油站的時候 這個弟弟走進去付錢 然後哥哥就把手槍塞到 車門旁的收納袋 並調整車子 導航裝置 那這個時候 丹尼逃脫的機會來了 所以他那個時候想要做 得要做兩件事情 鬆開安全帶並開門 然後快速跳車 如果沒辦法 他會馬上殺了我 結果丹尼辦到 並衝往附近另外一間加油站 起球電源報警 那這兩個兄弟呢 就開車逃走 不過 丹尼的艾峰 留在車上持續發送訊號 警方才得以追蹤到 兩人的下落 哇 那最後十九號凌晨爆發警匪槍戰 然後這個哥哥就傷重不治嘛 對 所以還好他是Chinese 如果他是老美 可能已經被 已經被 已經被他們兩個 已經馬上殺了 對不對 對 對穆斯林友善是非常重要的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個 對 所以這個 命大的 Danny 我在I like radio 我喜歡做廣播 我是雷明柔 我喜歡雞毛蒜皮 芝麻綠豆 餅乾穴 我在I like radio 嗯 那個 哦 對 講到美國啊 這兩天 那個媒體都在報道說 有一個 台灣出身的 美國海軍上校 簡捷克 第三度 出任戰鬥艦的艦長 而這一次呢 指揮的是 排水量 逾四萬噸的兩棲攻擊艦 USSS 讓他再次寫下 華裔在美軍的出色記錄哦 然後他1967年 民國56年出生於台北 兩歲的時候 隨父母移民美國 住在加州聖地雅各 1989年 從美國海軍官 是要畢業哦 OK Annapolis 這個蠻優秀的 嗯 然後 但是比較妙的是 他的英文名字叫做Joker J-O-K-E-R Joker Joker 對 蝙蝠俠裡面的Joker Joker L. Jenkins 什麼 什麼樣的父母會給兒子取一個名字 叫Joker 大家去研究一下為什麼 他真的叫Joker L. Jenkins 然後問題是 他是後來又被美國人領養嗎 不然怎麼會那個姓是Jenkins呢 完全是個老外的姓啊 J-E-N-K-I-N-S 嗯 我還沒有上網去研究 但是 我覺得這個名字 因為昨天我不太敢講 昨天晚報就寫了 但是我就覺得說這個名字好像有點太搞笑了一點 好 那麼 根據美國媒體報道 簡潔課原本不會講華語 但前幾年曾在駐地附近的大學選修中文課 OK 也不實自修 OK 對啊 這名字真的很妙 Joker L. Jenkins Joker L. Jenkins 然後大陸呢 大陸 五月一號 他們今天 大陸今天更是 更是舉國同歡吧 我們 我們 我們只不過明天才放一天的假 他們要放七天的假嘛 對不對 他們放一個禮拜 所以今天此時此刻大陸人已經爽死了 真的 那麼 哦 我們有沒有 這是為期三天 中國五一小長假 不過為期三天 也等於對 沒有加上週末 五天了對不對 好啦 為期三天小長假 也很爽了 那有旅遊景點呢 呼應母親節主題吸引遊客 推出趙媽免費的優惠活動 竟然有一個人呢 一口氣帶了五個媽現身 對 這個河南紀元黃河三峽景區 說趙媽免費 宣稱只要遊客公開喊媽 並且獲得對方回應 兩個人便皆可免門票參觀 沒想到呢 就有一個男子 帶著另五名女子到訪並公開喊媽 男子聲稱五人分別是自己的 親媽 乾媽 厚媽 奶媽 與姨媽 工作人員無奈之下只能放心 好 她夠有創意了 叫媽 可以有五個媽 媽 乾媽 親媽 乾媽 後媽 奶媽與姨媽 很棒 虧她想得到 真的太強了對不對 虧她想得到 OK 所以可能這幾天 陸客也會很多 因為他們 小長假 小長假 那麼 大家知道 這個 習近平去年上台後就 過不久就開始推推動這個 例行簡約的八項規定 所以不少五星級飯店和高級餐廳的公款消費都沒有了 生意消逃 不過呢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大陸官員的公款消費化名為案 私人會所隱秘餐廳就成為消費的新陣地 哦 呃 那麼 為了迎接迎合某些顧客的需求 一些消費不低的高級高級用餐場所 並未掛出飯店名稱或招牌 而是以私人會所的面貌出現 那麼呢 這些會所除了藏身於公園或寺廟 還有更隱秘者哦 嗯 那麼 比如說普通的小胡同梨啊 會有高級私人會所 那麼 這些私人會所呢 前身是清代職地總督的府 府 府底哦 那麼 可以吃到外面吃不到見不到的東西 消費從 兩千兩千塊到 兩萬兩萬塊 台幣哦 嗯 那麼 這些私人會所呢 時常停了一些不願公開身份的測量 有些故意把車牌遮住 有些直接卸下哦 那麼 所以這些私人會所呢 還有一些藏 在公園內或者藏身古寺中哦 庭院深深小橋流水 所以上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公款消費化化名為安 就那時候我跟江太夫我們不是去青島大連嗎 我們每次就過一間測試 哎哪些餐廳啊 那家餐廳好嗎 無論是那個飯店的前台或者自己的測試機 沒有一個人說這就都不是我們吃得起的啊 全部都拿都是什麼人去吃呢 吃公帳的 都吃公帳的 全部都吃公帳的 所以他們的公款消費有多厲害啊 真的 每一個都說這不是一般人去吃的 全部都是吃公帳的 吃公款的 全部都是這樣子 很厲害吧 非常犀利 那個 最近呢 有一篇關於草石南 的報道 對這個無性戀 對啊我們的那個石南啊 草石石南 我們要跟他聯絡對不對 你們要想辦法找他一下 因為很多人都很 掛忌他 那麼無性戀 無性戀 Asexual 有男有女 啊 基本上呢 性欲極低 那他們跟為了宗教信仰而禁欲的人 是不一樣的 無性戀者 天生就不喜歡性愛 對所以那次 那個草石石南 不是說他要 他想要去就是那個 國境 國際無性戀協會 他想要申 那個申請台灣支部對不對 他成立台灣分部 所以無性戀者天生就不喜歡性愛 如果依照性傾向分類 應該是要跳脫同性戀 和異性戀的特別分類 那麼 有加拿大學者 2004年的研究顯示 無性戀可能佔總人口百分之一 全球約七千萬人 有些人由此傾向但不自覺 無性戀者藏在網路論壇 土路悲情 有一名男子稱 我愛上一個女人 但交往何久都不想做愛 他為此跟我分手 我很煎熬 狂哭一場 還有人說 因為沒有性慾 我早已經把感情埋葬多年 嗯 那麼 有人以前為了討好女友 女友而上傳 但沒有性慾 他老是刻意壓抑 我以為我不正常 直到認同自己不愛性交 出櫃後呢 他上無性戀網路論壇 認識新女友 現在兩人有愛無性 交往順利 對 所以 所以十年他需要交一個這樣的女友 對不對 對 OK 那個 維護無性戀者權益的國際無性戀議事 週二零一零年發起每年舉辦一次 呃 跨國組織無性戀教育網路的副總裁表示 無性戀者如果跟圈外人交往 往往因信事不邪而分手 當然 這本一定是這樣子 對不對 無性戀是許多人沒聽說過的少數族群 因為行為與傳統文化認知不同 比同性戀者或雙性戀者還難被社會接受受到更多歧視 所以上個禮拜是無性戀日 就是無性戀走 OK 所以現在無性戀者也要出頭為了這個只談感情不外上床的無性戀 無性戀者爭取社會認同 所以今年也是我們仁來瘋的那個 所以今年也是我們仁來瘋的那個 無性戀覺醒 覺醒年 要感謝 要感謝 出現在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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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認識到這個族群 這個特定的族群 食男 草食食男 對 應該 無性戀 他上次 無性戀 我覺得這個翻的蠻好的 Asexual Asexual Asexual的意思就是基本上就是你沒有欲望 沒有性欲 OK 所以今年就是仁來瘋 無性戀覺醒年 無性戀 無性戀覺醒元年 是不是 仁來瘋 無性戀覺醒元年 OK 我們 我們那個 對 我們應該要想辦法再聯絡一下食男 哪天再跟他連線一下 也要感謝他 讓我們仁來瘋可以有那個 無性戀 覺醒 元年 OK 我們老歌BBQ要還歌債啊 千萬不要說我們又是重播 真的 拜託拜託 就是 就是我們老歌BBQ 有的時候現場會有一些歌我們講不 不是立即馬上可以回答的 或者是說 立即解除 但是我們又覺得這歌實在很重要 所以 當時沒有歌 對不對 當時沒有歌 所以就是 我們一定要 一定要放給大家 請 OK 聽眾小白 當時的問題 你好 你好你是 我是桃園的小白 小白 今年幾歲 我今年三十歲 OK請說 我要問一首歌 一個女歌手唱的 不知道是不是黑人 然後 她應該是七八零年代的歌 嗯 然後我以前 也真的蠻常聽到 可是就是不曉得是誰唱的 然後叫什麼歌 嗯 對 OK 那喝一下或者你有一點詞嗎 還是怎麼樣 不是實際不才寫 可是就是 因為蠻常哼的 所以 她的前奏是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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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中間有一句 她就是 她會常常哼一句 就是 這是 是Slam還是什麼的 Fame 冥陽四海 電影主題曲 Irene 艾倫卡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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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倫卡拉應該是 黑人跟白人的混血對不對 對 還是她就是黑人 黑人女歌手 對呀 這個電影當然就是 Fame 冥陽四海 就是講高中生 就是講高中生 高中生 高中生 這個 嗯 那麼 Fame 這個電影裡面有兩首 經典歌曲 另外一首就是 畢業典禮上 美國畢業典禮上 大家一定會唱的 Out here on my own 嗯 那麼 OK 所以 因為她那一年也是 最佳電影歌曲 兩首歌 Out here on my own 跟Fame都入圍 都 都入圍了 OK 嗯 那麼 而且也拿了 也拿了最佳電影主題曲嗎 OK 那個 兩首歌都很棒了 然後這個電影當然 非常非常紅喔 那個時候 那 艾倫卡拉呢 也是才華洋溢喔 從小就很棒的 舞蹈跟音樂 音樂 舞蹈跟音樂基礎喔 嗯 然後她 她 1980年 她就是電影的女主角 然後大紅 然後再加上這個這個歌呢 喔 又是她主唱的 艾倫卡拉 艾倫卡拉 然後 然後 後來 另外 1983年 有閃舞 Flash dance 那個主題曲也是艾倫卡拉 主唱的喔 OK 那麼 所以 所以 Irene卡拉是 她不是黑人 是拉丁 拉丁血統 拉丁裔 但是應該是 拉丁裔的黑人嗎 我覺得她 她其實蠻 OK 那麼 Fame 非常棒 這個絕對是80年代的大經典電影喔 嗯 然後 然後有兩首 有兩首經典喔 所以這個 而且非常勵志的一首歌 非常勵志的 Fame OK 1980年 因為後來Fame還有成為電視電視影集喔 然後這首歌就是1980年 的最佳電影主題曲 奧斯卡最佳電影主題曲 金球獎也是最佳電影主題曲 那個 OK 所以 電影當然最重要是電影 然後後來 後來過幾年 美國也有 也有那個電視影集 Fame OK 那麼 對 她是 她是有黑人血統 所以她的爸爸是 Afro Puerto Rican 就是波多里哥的非洲裔喔 然後她的媽媽是 古巴裔的美國人 對 OK 所以這個Irene Cara Irene Cara 反正這三首歌 你只要記得就好了 Fame Out here on my own 跟Flash dance What a feeling 就是這三首 OK OK 那個 不過Irene Cara呢 她本來只是要演一個舞者 但是後來她們聽到她的聲音喔 聽到她的聲音呢 就 把女主角這個角色重寫了喔 那麼 所以當然這個電影專輯大賣喔 大賣 那當然就是第一次 第一次就是有一部電影 有同一部電影的同樣兩首歌 一起入圍最佳 最佳電影主題曲喔 最佳對 最佳電影主題 奧斯卡最佳電影主題曲 嗯 因此 因此她也大概是首位在奧斯卡頒獎典裡 演唱兩首主題曲的歌手 其實她們常常不是入圍歌曲都要表演一次嗎 所以那一晚她也唱了兩次 然後果然就憑著Fame 得到了最佳電影主題曲 好 嗯 OK Irene Cara 現在不知道在幹嘛了 好了 不過已經也夠了啦 反正有三首 三首Hit歌 三首Hit歌 非常非常厲害 嗯 OK 所以 等一下 等一下回來我們就要聽一下 這首大經典 非常80年代的 明陽四海Fame 嗯 Fame 就是我們今天老哥BBQ要還的格在喔 來自電影明陽四海 也就是1980年 奧斯卡最佳電影主題曲 OK 有嗨嗎 80年代 1980年 哇 1980年距離現在已經33 33年了嗎 好可怕喔 好可怕喔 不過我現在覺得那個編曲呢 是 好像稍微有一點點那個 好像有一點 編曲感覺有點經不起考驗會不會 但是但是我跟你講他那個他那首抒情歌 Out here on my own 可能比較俊勇一點 對 對 那個後面那個電吉他好像有感覺感覺有點過世 OK 不過呢這絕對是80年代的大經典喔 Fame OK Re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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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name 這個 OK 反正就是要 明陽明陽四海 萬眾矚目就對了 對呀 你有沒有發現就是 美國人很喜歡拍這種 力爭上游高中生 對啊 那天上個週末 禮拜六晚上 連放了好幾集的那個 歡樂合唱團喔 Glee 對 對但是我怎麼還是愛看這種 高中生影集呢 這完全不應該是初老 初老的人會喜歡看的影集吧 不是嗎 對啊 我覺得怎麼辦 我喜歡看我喜歡看歡樂合唱團 這是不是有點 這是不是意味著我就停留在那個 高中生高中生的時代這樣子 對好像不應該是我喜歡看的影集 我應該要喜歡看什麼才對 好像不應該要看 高中生跟大學生 勇闖世界的 勇闖世界的影集 好 對所以 美國你看一向有這種脈絡 從 Fame開始 Fame就是很典型的 而且 那是一個紐約真正的高中喔 就這個高中是非常有名的 Laguardia High School of Music and Art and Performing Arts 而且這個學 這個學校 這高中很難進的 你要去考的 你不是要有音樂天分 就是要有美術天分 要不然就是很會跳舞唱歌 就是你要有藝術才華 才進得了這個高中 當然就 因為有拍了這個電影 這個高中更傳奇 本單元為保護集 未滿六歲之兒童不得收聽 六歲以上十二歲未滿之兒童 需父母 師長 或成年親友陪伴輔導收聽 A錢 A貨 A書太多 但是A片永遠不夠 A片達人 好害羞喔 我們A片達人一件軟春秋 今天又出現了 每個月都要來一次 每個月都要來一次 每個月只來一次 嗯 好 也只能來一次 對 來太多 可能收益都被我那黃色笑話賠光了 以免再引起 以免引起更多的那個 不必要的風波 那個 哇你手上帶了一個什麼東西啊 就是一個磁石我也不知道 我那天看到上面貼著打筆修的那個照片 它是一個大概是那種 類似像這樣子這種 這種調整的那種磁石 我就想說我當然確定 應該可以跟打筆修一樣帥 所以我就把它買回來了 磁石帶了會怎麼樣 他說可以調整你的生理機能啦 就是改變你的磁場 你為什麼需要改變你的磁場 或者你的生理機能 為什麼需要調整 其實因為長久的看片 我已經那個 導致身體有點那種外強中肝的感覺啊 所以需要用這個來調整一下 然後然後那邊而且 你的老婆有 尊夫人有抱怨嗎 那個賤內 並沒有這麼說 但是賤內的賤內的表情已經說明了一切 所以你脖子上先要掛一個 想要手上 對 手上這個其實最重要是買的原因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我那一陣子得了肌腱眼 我想說戴這個會不會好一點 哦 肌腱眼是因為打字打太多嗎 對啊 他說是打字打太多 我想應該是打字打太多 因為那一陣子我並沒有特別的喜歡打其他的東西 對我那天 我那天在iPad上 可能因為我 其實我不太好 其實不應該 我躺在床上在那邊寫 你知道嗎 所以可能寫寫寫 那個姿勢 那個手肘啊 一直 就很痛 也不是就是你手肘 可能是一個固定的姿勢 彎曲的姿勢 對 然後 我不知道 但是那天寫完以後 我就覺得好像我的這個 這個叫 這個是什麼 食指 食指啊 嗯 食指對 食指就感覺要要肌腱眼 真的 我是 我是就是 突然的 但這幾天又還好 對 我是突然就手 左手連東西都舉不起來 對啊 你也很嚴重 蠻嚴重的 所以後來就是 就是一面去看復健科 一面買這個東西做調整 複健科有叫你戴這個嗎 複健科沒有叫我戴這個 複健科 複健科只會電擊我 害我全身忙輸輸 那你這個戴了多久了呢 戴一個月左右了 那你覺得有 其實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最近就是沒有這麼痛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是 那個每天被電擊產生的效果 還是這個 是複健科還是 對對對 還是達比修的磁石 達比修的磁石 哦 OK好 所以你這麼哈日 達比修的磁石 嗯 那最近最近日本AV界 其實我想第一個最大的消息 就是我們台灣的那個 台灣之光 那個關月除奶去做了一個那個 哈哈哈哈 去做了一台Lamborghini 對 去做了一台超跑 結果結果出車禍了 然後結果後我們發現呢 這些富二代富三代的Lamborghini呢 嗯 通常都是租的耶 哦是啊 對啊 對啊 就是 都是 都不是買的 那個買 那個 與其買一台 那個Lamborghini 還不如去買一棟房子咧 沒有 但是他們好像是怎麼樣 自己買了 然後再回租給 是這樣子哦 回租給一個租人公司 然後那個租人公司 可以就又再租給他們公司這樣 哦 可能有稅的問題 或者 還有報帳的問題 對啊 銷帳的問題 對啊 不過那台車就這樣被燒掉 害我很難過 對 所以關月 對啊 其實關月 關月當然就是 當然我們知道 他以前就是去日本拍過 拍過成人片嘛 嗯 那他其實 他如果不要去 跟一些那些排泄物混在一起的話 其實他那種 他那種素人片我是很喜歡看的 他那種 什麼是他那種素人片 就是他不是那種就是 就是你知道 就是那種很一線的那個AV女明星 他們是來做偶像的 他們其實是去做 就比方說可能就是類似那種 呃 路上隨便找到一個女的 然後我去想辦法跟她搭訕 類似像這種的素人企劃片 所以他到底是不是AV女優 是AV女優 但是是AV女優假裝素素人嗎 對對對 所以他那種素人片其實我還蠻喜歡的 因為我其實可以看到就是一些 日本很日本式的交談啊怎麼樣 可是他問題是他的 他的重心不是在那種 他的重心是在比較比較 重SM的那種口味 對好像跟排泄物有關 對就是跟排泄物有關 所以呃 而且而且不是那種就是你看了片 才知道哇 是那個是是是有這種這種情節 而且他在封面上就很 已經很明顯告訴你 他是以排泄物為伍的 這種很恐怖啊 我看了就有點有點痘痘啊 對 那那個沒有辦法用特首對不對 呃他自己有說是用豆腐做的 對啊 他自己有說是用豆腐做的 用豆腐做的 對 那我其實也相信啦 只是儀式 就是擰式啦 應該叫擰式啦 擰式 對對對 就是擰 我知道很多都是假的 因為這種很多都是 那種你說哪有哪有哪有 人真的 我相信 一定有那種像那個那個 周欣欣一樣這種 一百年難得一見的武學奇才啦 但大部分女的應該還是不能習慣 這麼重的風 周欣 就功夫他不是百年一見的武能奇才 百年一見的武學奇才 對啊 但功夫裡面跟排泄物沒有關嘛 對 但是我但是有 但是真的有一些 AV女優說他們很喜歡做那樣的表演 嗯 真的有這樣子 所以我還是有這種奇葩 其實其實他這件事情完了以後 其實很多人有很多揣測啦 就是有關他們 為什麼他會搭上這部車的揣測還蠻多的 譬如 譬如說就是 就是關月 關月小姐是說他 他想要坐這台車 正好看到他就跑上去坐了啦 所以他們只在咖啡廳碰到 對 第一次 對說是這樣子說啦 可是因為 關月儲乃在外面的傳言非常非常多 那我也不知道就是說 他這樣講的是真還是假的 嗯 對 所以 就是有很多揣測啦 然後當然 然後車上又出來說 這個車不可能打滑的 這個車 尤其那天天雨 並沒有天雨路滑 對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蠻 差餘饭後的八卦問題 也說不定他 關月儲乃是想要去握那個 那個那個打檔的 就握錯了 好或者有可能 類似之前高雄捷運的情節 對對對 就是 在跑車內發生嗎 對啊對啊 吃香腸剃牙這樣子 所以就是 所以車商再三強調這個車 不可能就這麼容易打滑 兩千多萬的車子怎麼說 哪有什麼說滑就滑 說火就火 嗯 對 對 不過最近很多很多那個 跑車燒起來的事情 對 對 對啊 嗯 好 這是關月出來的部分 然後其實另外在日本最大的事情 就是他們的 他們AV界的AKB48 會比獸 那個色香葡萄解散了 對那他們的 其實他們其實我覺得他們還是有戲唱的 那可是他們的老闆說 反正就是要在最高峰的時候把它結束 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 那其實這些都OK 其實我個人是跑到那邊去看了一下 就是跑到日本去看了這場 他們的最後的巡迴表演 蛤 對 其實我很瘋狂的 那4月的時候嗎 對 4月7號的時候的事情 Oh God 天啊 對 好 所以這個就是 它是模仿AKB48 也不能這樣講 其實 其實 當然是有那樣子的味道 那可是 那他們全部都是AV女 沒有 也不是 他們是一半AV女 一半血真女心 對 所以是一個 就是號稱比較性感的組合 其實他們 你說他們在那裡面 會不會就在做 就單純做這個活動成員 他們其實沒有什麼脫 他們只是打扮得很 就是很辣很露 但其實你說脫也沒有脫 然後就唱歌 就唱歌 但是他們在 在加入這個團體 在做這個團體的時候 他們還是有拍A片 當然當然 就是裡面的AV女優都還是在拍 都是線上的AV女優 對 都是線上的AV女優 對 那他們其實很多AV女優 其實我們很 他們的成員有幾個 我們有請來帶過台灣 那這些AV女優 其實對參加這個團體 是很有興趣的 因為她覺得 我來拍AV想不到還可以做 做參加這種類似偶像團體的表演 他們其實是很興奮的 那當然他們也會跟我說 就是在裡面 裡面的有一些成員 他們的形象 其實根本私底下不是這樣子 但是就是為了配合 那我就 那我就配合這樣子 像裡面有一個 其實他們在裡面 什麼意思 形象不是這樣 在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成員 他叫小川阿佐美 那他在裡面的綽號叫做巴嘎米 就是笨蛋笨蛋美 那就是他其實常常去做一些很愚蠢的事情 這樣子 然後反應就是表現得很愚蠢 這樣子 那實質上他就跟我講 其實他不是這樣的人 只是既然也安排這樣做 他可以突出自己 然後可以讓大家注目到他 他覺得很開心 而且他覺得參加這個團體 讓他覺得 讓他覺得就是自己有那種 你知道 就是 他覺得 他的講法比較誇張 他說有活起來的感覺 所以 在這個團體中的表演 已經超過 在他心目中的分量 已經超過AV的演出了 對 所以他很喜歡這個東西 那當然這卻還有另外一個 比較大家注意的點 就是裡面的一個 就是前隊長 他們叫做 就是他們有好幾個隊長 就是從蒼井空開始 一代一代這樣輪隊長 有一個隊長叫做馬美尤真 他在參加這個 他在這個表演之前 大概有兩個多月沒有公開露面 然後在那一天他就出來了 結果出來了以後 我看嚇了一跳 那個很瘦很瘦 他本來是很肉那種 那種 那種所謂的叫做 鮑如女優 可是突然變得很瘦 然後也 那很瘦 胸部有瘦 當然是有瘦一點水 但是他其實本來就很大 他H很大 所以只不過H 從H到G 我覺得其實沒有什麼 就反正一手都是掌握不住的 然後就是 後來他出來後 因為氣色實在很不好 後來在很多AV網站上 就是傳說他可能有那個癌症的問題 因為那天 我是看不清楚 因為很遠其實我也看不太清楚 他 人家說他根本帶就是假髮 他不是真髮 病得這麼嚴重 其實病蠻嚴重的 你好瘋狂喔 你就是到他們在哪裡 這個告別演唱會 在日本啊 東京啊 東京什麼地方呢 在澀谷那邊都有啊 是一個多大的場 大概 大概三千多人四千人有喔 喔 對 是在一個什麼地方 就是演唱會的場地啊 喔OK 然後去的都是什麼人呢 有滿嗎 有滿啊 因為最後一場啊 哇 最後一場喔 對啊 那你怎麼買到票的 找那邊日本的朋友 幫我訂就好了 喔 那 那你們有跟日本的朋友一起去嗎 還是你一個人去嗎 沒有沒有我就一個人去 那 好瘋狂喔 你為什麼會一個人去 沒有去了 去一個人去就一個人去啊 聽完就聽完就走了啊 其實我也沒有完全聽完啦 因為就就 因為我也很討厭那種擅場 集來集去 所以站在中間 大概距離擅場前 大概半個小時 我就先走了 你從台灣飛去買 好不容易買到票 還要擅場前半個小時走 對這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啊 經典賽我也去看啊 看那個台灣跟古巴站 我也沒看我就趕快走啊 這有什麼了不起的 經典賽跟那個色香 叫什麼 惠比壽色香 惠比壽色香葡萄 有點不太不能類比吧 對對對 反正總之就是我很 就是反正就我都先走就對了 就去的都是些什麼人呢 三四千人 有有有有女生喔 有女生喔 真的嗎 去的年輕人比較多 對 男的女的都有 對對對 剛剛男生占多數了 但是也不是沒有女生 是存群結隊的男 對 男生嗎 還是說很多人像你這樣子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大家其實都是兩三個人這樣來啦 大家就是看得出來是 一群一群的朋友來 對 但是你知道就是後來四月 我本來在那邊四月七號參加外號 我還有一個四月二十號的那個見面 和我想去看 她是一個就是日本的一個混血女優 那長的就是一副俄羅斯人的模樣 嗯 然後可是後來因為因為那個架實在瞧不出來了 我就找另外一個人去 就那個人去以後 回來打電話跟我講 欸你為什麼都叫我去這種怪叔叔很多的地方 哈哈哈哈 所以後來我看她的照片回來看 真的就是那種看起來年齡比較大 然後打扮比較不修蝙蝠的那種感覺 你說那些你就是那些fans 對那些fans 然後他最後我那個朋友跟我說 他感覺自己是進了半壽人的朝鮮 半壽人嗎 半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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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好好笑喔 對啊所以那天晚上她那個演唱會多久呢 嗯兩個半小時 到三個小時 其實主辦的主辦的蠻久的 他們會唱 他們是唱現場嗎 還是 我連蔡依林有沒有唱現場 我都聽不出來 哈哈哈哈 其實我說真的 我只是去滿足一下 自己想看這個東西的那個慾望 那你不是說你根本看不清楚嗎 對就是 對啊 就是就是 我覺得就是一股熱血 驅使的我往前進 就像經典賽一樣 一股熱血驅使的往前去 哈哈哈哈哈哈 會比獸射箱葡萄的告別 final last door 嗯 last door演唱會 我們一件軟春秋 居然 買了機票 飛到東京 就為了這場演唱會 沒有別的事情 沒有別的事情 那個周末 對啊 就是這 就是這場演唱會 三天兩夜的急行軍 好誇張喔 對 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OK 所以 沒有碰到其他的台灣同胞 也不會知道 應該也看不出來吧 對啊 我看起來這麼小一隻 哈哈哈哈 有買什麼紀念品嗎 有 他有一些東西 有一些紀念品 買回來 但是說真的 其實你知道 我那時候買的時候是很阿薩利 可是後來我就覺得東西好貴 因為有一種就是類似的那種 算是各個成員介紹的一個寫真書 那一本大概要三千日幣 大概台幣一千塊 那我回去算一下大概不到二十頁 我後來就覺得這個東西好像有點貴 我當時怎麼會這樣想都不想就掏錢了 對 哇 還有一些他們的創品 他們創品我是都買了 哈哈哈哈 對啊 好瘋狂喔 然後我今天今天開車載老婆的時候 我就聽拿一張拿出一張來聽 我老婆就給我關掉 哈哈哈哈哈哈 他知道他知道是會比獸嗎 沒有他說你給你兒子聽這什麼東西 喔真的嗎 對啊 為什麼他們唱的會很那個嗎 其實沒有啦 其實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你今天沒有帶來給我們放一下 對對對 你應該帶來給我們放一下 好我下次帶來給大家放一下 我上次就是反正我他他大概一直看到封面而已啊 他大概知道那些是幹嘛 可是他其實你說真的 他們其實就是像 AKB4BA一樣 就是一個大家一起組合起來唱的一個歌詞 那他的歌詞 有些歌詞是 有些歌詞是有一些 有一些性暗示的 但 我相信我老婆應該是聽不懂才對 但是他都覺得不可以給兒子聽 對對對 他說放兒歌快點 放兒歌嗎 對啊 我就馬上去放兒歌 Oh god 對啊 生小孩要聽兒歌啊 對啊 這個我會受不了耶 你們車上放什麼樣的兒歌 放火車快飛啊 還有 還有 我想睡 我想睡其實就是 什麼是我想睡 我想睡其實就是兩隻老虎 因為兩隻老虎在美國好像叫做 Are you sleeping Are you sleeping 是不是 Are you sleeping Are you sleeping 然後他自己翻中文就直接變 我想睡了 那你呢 我想睡了 我想睡了 那你呢 對啊 我每天在那邊 為什麼開車我也覺得 啊幹我也很想睡 為什麼現在 現在不能唱兩隻老虎嗎 嗯 他那個就是有一點改編混音的 然後有四十首歌曲 對啊 就是很多曲子 他知道後面我才知道 哎這個是兒歌 原來這個是兒歌 像什麼你會不知道這兒歌 像 像那個 像聖誕靈響這首歌就這樣 就是我們 現在的影響其實就是 就是 Jingle Bell 對對對 他們改的那個就是 前面有一點搖滾 然後我都聽不懂 後面才知道 原來是聖誕養人要出來了 我老婆買了大概四五張這種 真的嗎 然後我比較喜歡 有Baby需要聽兒歌啊 對 我比較喜歡 那我要想想到底要不要生小孩這些事情 我比較喜歡現在放在車上這一張 他在家裡還有一些就是什麼 那個 那個 一些更怪的歌我都沒聽 還有三字經讀經的 那個是快受不了 三字經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敬 我還沒 好好好 這個蠻好的 這個我這個我可以 我受不了 但是聽兒歌我就覺得 嗯 在車上聽三字經也是一個非常催眠的行為 OK 好好 好 A錢 A貨 A輸太多 但是 A片永遠不夠 A片你大人 嗯 好害羞喔 本單元為保護級 未滿六歲之兒童不得收聽 六歲以上十二歲未滿之兒童 需父母 師長 或成年親友陪伴輔導收聽 嗯 我們今天A片達人一見軟全球在這 但是我發現我們其實我們居然有 我們有 A B是 A B是 會比受色香葡萄對不對 對 對 我們我們有 聽一下 香蕉芒果嗎 對這是第一首歌 這叫香蕉芒果嗎 高校 啊 蛤 香蕉芒芒果高校 叫做Banana Banana Mango High School Banana Mango High School 對 他這首歌其實心愛是很多的 香蕉芒芒果高校 我們就不要解釋香蕉跟芒果的 其實 其實都是很嚴重的暗示 其實在日本來講就是很嚴重的暗示 哦真的吗 对 哦OK 那个所以刚刚就是惠比授摄乡 摄乡普通 我们已经跟他告别了 你跟他告别 对 对啊 好早安少女哦 对他们其实就是走那样子的路线 一个群体作战的路线了 那你说每一个人能分到多少钱 那很难讲 但是实际上他们靠这个东西 其实增加很多曝光度 哦是吗 对 OK 好 有人说每次听到你的片头都忍不住喊夜 好 希望他满了18岁 OK 那个 所以还有什么最新的 我们讲机再简单简两个好了 一个是后腾里沙 那前一阵子在那个 那个水果日报上有提到说 他可能已经要 就是下海拍ABA 那后腾里沙这人就是之前拍宝旷利广告的那个美少女 台湾有播过 嗯 那他近年来崩 崩坏的很严重 所以 呃 在东京体育报这个媒体上就是 就是写他 就是这个宝旷利女孩要去拍ABA了 那事实上其实不是这样了 这个这个女孩子 其实但但但他其实其实已经一只脚踏在秦色界了 因为他已经先发了一本就是全裸的写真集啊 然后另外在六月的时候他有一支三级片会上去 所以也会会有有性爱的演出 当然是假的啦 因为跟曹查理演当然是不会是演真的嘛 因为演出都是日本的曹查理们 嗯 真的不是真的 但是就是大家都想他有可能真的是会去会去演一片的 哦 对啊 他他刚出道的时候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那现在你说崩坏的历史就是现在不美 哦 现在很糟糕了 现在状况很糟糕 他他其实还没有到30岁 但你那个写真集看起来像40岁 对啊 其实就保持的状况很不好 好 那另外最后一个就是今年大概六月大概最优秀的一个新人啊 那也是日本的那个SOD集团发掘的 他们叫做妈妈偶像 那很可怕 就是他之前是拍了一个就是牛奶的广告 嗯 在日本的拍一个牛奶的广告 嗯 然后后来他就消失在艺人界里面 后来才知道说他在那段时间就是可能就是去念书 念完书以后 他就结婚了生了一个两岁的小孩子 嗯 最近被发觉出来拍了一片 嗯 但我们那时候就是后来你知道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女的一出来 我马上就去找他的广告 可是我真的没看过他 因为他那时候在广告面 他是背对的镜头 然后被一只 被一只狮子扑倒 嗯 对 那个广告其实是就没有 那个那个牛奶广告其实拍的是蛮苦手的啦 嗯 那他在里面其实真的有演出 但真的就是 看过你也不见得有印象 但是是真的 对 然后他现在反正 他现在就是有这个广告经历 然后有有那个 有过有有一个婚姻 然后有一个小孩 然后片上又打说他三年内没有跟老公以外的男人 就是发生过关系 就现在要拍片了 所以 这是一个卖点吗 就是三年 我觉得这其实对我来讲 我看这么多 我觉得这是这是这不是卖点 因为其实一般的AV女優 其实你说在AV界发展这些女優 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是 就是其实是妈妈 但事实上在拍一片 一定有 这个因为太多人了 一定有 但是大部分有小孩的人是不敢承认的 哦 对 他居然承认 他居然 他很承 他承认 而且很大方承认 嗯 对 那当然我后来看了一下 就是他的那个胸部 可能就是胀奶的很严重 所以你大概有可能有 就是可能也藏不住 但是又会这么大方讲 其实是蛮难的了 哦 对 那大家就是六月最最红的一个人 一预购马上就大红 就马上都第一名 马上就第一名 他叫做 白石茉莉奈 哦 OK 所以两岁的妈妈 对 下海当AB女游就对了 对对对 那因为你知道 就是他马上就 他一出来很多人在讨论 为什么他老公可以让他拍啊 还是怎么样怎么样 反正总之就是话题性很够了 那日本人反正现在也是很吃这一套 嗯嗯嗯 对 我们A片达人 一剑阮春秋在这里 对 那么 这个礼拜 好像有跨国银网被踢爆了吗 对 隔天就 隔天就关站了 哦 但他在台湾开了多 他是香港的一个 嗯 141夜生活网 对对对对 其实台湾现在有这种 类似这种就介绍 就是 嗯 寻方客资讯的网站 其实大部分 都是跨国网站 寻方客需要网站吗 寻方客不是都是 假后斗首斗首斗首斗 对 其实大部分是这样子 其实这种 这种网站就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 因为 其实 呃 比方说也许我会到高雄去出个财 那我不知道 但是我 好不容易能够脱离那个老婆的掌握 我讲 我到高雄想要 来玩一下 那于是就去找这种网站 找资料 所以寻方客的网站 就是基于这样的理由 慢慢的成为一个就是 就是一个地下的力量 寻方客网站 对啊 他们的经济 也是一个很 很强大的经济体 我必须要这样讲 他怎么 他只是 他怎么赚钱呢 那个网站就赚你 这个 比如说小魔女去po 就是他po 他po资料 他可能需要赋 赋一 其实他们这种 他们这种 他们的商业模式 其实还蛮 蛮多样化的 那首先当然就是 他可能就设一个会员区 告诉你全台湾各地 哪里有 哪里有可以去寻方的地方 或是 或是所谓的 就是寻方的那种 就是女孩子 在哪里可以找到 这样子 这是最简单的方式 那我就是反正你付费 我开放这会员区给你看 那你到时候按图锁记 或是借由上面付的电话 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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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找到想要的了 那另外一种 就当然就是跟所谓的 就是那些 就是 应召站 那些什么合作 那你合作完了以后 那你就是可能 报我这个站的名字 那我就可以有比较 比较便宜的 那个 优惠 对 他主要是赚那个广告刊登费 对对对 那第三种就直接广告刊登 嗯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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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OK 对呀 小魔女外送 新竹地区 哦 那好多 然后时间是早上九点到凌晨四点吗 大家都好拼 他们 他们这种就是 那种 工作时数都很长 他们这种就是 跟鸿海没两样 没有啦 其实大部分 其实大部分收到 都是下午两点了 下午两点到晚上两点了 哦 大部分我收到的了 哦 OK 那个 那所以 所以怎么样 那怎么第二天就关站了呢 因为 就他刚刚才在台湾开分站吗 对对对 重视之地啊 当然就 先避避风头再说 哦 其实说真的啦 这种东西 台湾的法律 很难对他们做些什么 如果站不是设在台湾的话 对 但他还是关站了 对 还是关站了 对啊 树大招风嘛 但是你说最厉害的 银网不是这一家吗 不是不是 之前就已经有 有那个 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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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媒体啊 这个一传媒啊 之前就已经踢爆过好几个 类似像这样子的网站 那因为台湾类似的网站 其实不少啦 然后 有一个网站最大的是说 他们的站长 号称年收入破亿嘛 对啊 所以 对啊 色情行业是 永远没有不景气 对对对 而且随着 而且景气越坏 大家心情越不好 这一行反而有 越有发展的前途 是这样吗 对 因为你知道 就像我们拿日本AV来讲好了吧 其实日本的泡沫化是1990年代开始的嘛 那1990年代 确实正好是AV界开始最新生的年代 因为大家就是钱赚不了那么多 大家没有办法去所谓什么泰国浴啊 风俗场所去去发泄那个发泄自己过多的热量 所以他们就只好转回去买片子回家 用自动 用手排的方式啊 所以很多在1990年代 很多片商就这样爬起来 对 所以那个时代是所谓叫做日本的泡沫时代 但是却是日本A片的黄金时代 当然现在日本的经济状况又更不好了那么一点 那当然这现在日本的A片也 状况也没有那么好了啦 但那个时候正好却是 正好是他们的黄金时代 那你觉得现在很多 有很多那个传统的寻方课透过网路寻方课 我觉得有啊 多很多 对啊 你是网路寻方课吗 0225 0999933 0225 0999933 透过网路来寻方者 0225 0999933 0225 0999933 网路寻方 然后其实也不只是是参考这些所谓的就是情色网站了 那当然有一些是在聊天室里面钓 那这种就是 当然这种就比较小心 可能会钓到大白沙 会被会被那个警察 会钓来一个警察这样子 警察叫大白沙吗 嗯 就是可能就是 那个被钓鱼钓上来 OK 0225 0999933 0255 0999933 那个透过网路情色网站寻方 0225 0999933 一片达人一件软春秋在这里 显然今天晚上明天放假 那个网路寻方者都已经寻到方了 没有人在听人来封 没有 今天好像今天 bad timing不应该问这个问题 时机不对 嗯 对啊 明天不上班吗 对明天劳工节 是不是 对 对啊 明天劳动节吗 对啊 劳动节 所以 今天大家已经先去劳动去 大家都去劳动去了 那个 说现在开始台湾有所谓的软情色片吗 对 大举进攻女性 女性同性市场吗 软情色成人片 软情色 其实这个应该是从美国传来的 所谓的soft porn 对 对不对 对 soft porn vs hard porn 对 嗯 那日本其实现在也开始在做这一块了 就是大概一年多些 他们有一家所谓叫做silk label的那个片商成立 那就是号称专门做给女生看的那一片 嗯 那那个就是真的很软 然后其实跟偶像剧没两样 嗯 对 OK 那个 因为可能女性会觉得一些传统的这种成人片太夸张 对 太离谱了 对 对 所以他们需要一点那个 呃 就是比较文明的感觉 对 要有感觉 要有 要有气氛 对 不是专门 男恋爱的气氛 对不对 对 要浪漫梦幻 对 而且最重要的还是就是 呃 男幽不要长那么猥琐嘛 你知道吗 对 对 猥琐跟猥亵 对对对 猥琐跟猥亵 因为很多日本 你知道日本有些 有些男幽其实真的蛮蛮蛮夸张 就是他们会讲一些就是 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他们让你会看的就是不舒服嘛 嗯 对啊 有一种叫做 他们有两种男幽会 会让女孩子觉得不舒服 一种叫做硬派男幽 那硬派男幽就是 你知道吗 就是比较就是杀气很重那种 嗯 那另外一种叫做就是变态男幽嘛 那变态男幽就是 可能就是可能跟我一样 就是戴个眼镜 然后头发少少的 然后肚子很大 然后那个亲吻的时候 会发出怪声音这样子 对啊 谁要看 女人不要看 女生不要看 可能女生不太喜欢看这种片子啦 所以所谓 我刚讲的那种就是软性片商 他们就专门去找了一堆 就是帅哥男幽来了 那我给你看这些帅哥男幽 你看觉得帅不帅 这些男幽啊 对这些都是AV男幽 不是吧 这个藤木一针不是很像那个吗 木村拓哉吗 这些都真的是AV男幽 这个很像木村拓哉耶 他其实他们最红的是最左上角 那个叫做林木一侧啦 一侧吗 一侧太花美男了 对我来讲 真的啊 这个像不像木村拓哉 这个很像木村耶 有没有像不像 我觉得 有一点吧 贝莎你看这个是不是木村 而且为什么给他穿了厨师的那个 他可能就是 就是为他 像不像 为他拍了 很像吧 为他拍了一个有主题剧情式的那个 很像木村拓哉啊 对 对啊 我乍看之下我会以为是木村耶 对 所以 所以这种片子 等一下我再看一下其他的 发型很像 很像啦 真的很像木村拓哉 蛮像的 这几个sample长得真的都蛮帅的 对啊 对啊 对 很像 这都不错 对就是 就是比较人模人样啦 感觉不像变态 对 但是林木一侧也是会去演那种 在丈夫的面前侵犯你那种变态模的那种角色啦 但是在这种片子里面 他看起来就蛮偶像的 你说谁 就是 一侧啊 对一侧 一侧 一侧 对 OK 但是有一些好像太瘦小了 对 对 还有AV浩子也在里面啦 AV浩子 什么是AV浩子 有一个AV男友很像 很像浩子啊 浩脚想起 浩脚想起那个浩子 对 他也是 他也是算是偶像 偶像 偶像 偶像男友哦 对 他这次也是跟浩子一样 留一个很短的那种小瓶头嘛 然后 但是 但是因为他比较娃娃力 然后他就 常常演那种 那种 那种青春的校园动作片 这样子 那个 叫他这个 大则真丝啊 OK 所以我们现在 所以现在台湾 有一个就是主打日本原装进口 HD画质的成人频道 潘朵拉 对不对 对 是啊 是啊 就是要对对抗 彩虹频道 也没有啦 其实台湾现在好多 这些号称有宣称有授权的频道进来 那这些为什么我家都看不到 因为好像是一个是MOD吧 潘朵拉我记得是MOD啊 那你有应该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看MOD啊 没有我们家 那另外一个好像就是一个网站 因为当我错过一个月只要 我只要付100块就可以加的时候 然后现在要我付300块 我就不愿意加了 我就不爽了 对 对 那就是 就是 但他们那种 本来对本来是那次 那次就是说一个月只要100块 他现在他现在要200块 好像还不是中华电信的MOD 好像是一种叫做机上盒的 什么东西 我也搞不太懂 另外一个MOD 好像是啦 其实我搞不太懂 这个movie on demand 不这也会害羞耶 因为到时候寄来账单都是 不会不会不会 他们 soft porn soft porn soft porn 他们非常非常的贴心 你不用担心 真的 真的很贴心 就是你绝对不会 不会有那个什么 就是让人家感觉出来 你正在消费色情频道 不会 不会吗 对你绝对账单不用怕人家看 真的吗 账单上面会是什么的 账单里面就写什么国际有限公司 什么这些东西 就是让你不知道他是怎样 对啊 他应该写片名啊 你这样才知道你看到哪一部 其实不会啦 不用了 不用了 他不写片名吗 照理说应该写片名 这样我才知道我才知道我这个月 看了哪几部电影 他有没有多算我钱 对那可能就 他可能 那个就可能用寄片名来给你对了 哦 对这种都是很贴心的服务 我们千万不能被人家发现 我们确定 我们确定我们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节目 因为都没有寻方客在听 听收听收听本节目 或者又说今天晚上就是 网路寻方客热络的夜 嗯 热活的夜晚 其实我大概讲一下啦 其实他们这种东西就是 其实这种东西在大概 我大概在2004到2006的时候 跟这跟这种网站有很密切的接触啊 你说哪一些网站 就是 就是所谓的叫做跨国营网啊 嗯 对 那其实他们 最主要就是 其实 呃 诶诶诶诶诶 对对对 有人来抗议 有人来抗议 就是 总之就是 他们会有贴一些照片 然后告诉你说 这个女孩子 你可以 是我们就是 就是我们就是 就是你们可以透过这个网站 安排跟这个女孩子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见面 对 我那时候很菜啊 说真的 我根本就 我那时候 那个那个脑袋里面流都不是血 然后就丧失了理智 我看到一个女儿 哇超正的 我想说哇 这个这个这个 不跟她做个 做个朋友 真是真是 终身遗憾啊 所以我就 透过这个网站 打电话去跟她联络 就把她找来 结果呢 就一开门 完全不是照片 我一开门就说 干这个人是谁啊 干什么 这个人是谁 对对对 哦好 反正总之就是 就是很自然的反应 就是一个一个一个 干什么 干什么 然后怎么 这个人是谁啊 好可是 可是我又很蠢 就是 就是 就完全不是照片里的 对完全不是照片里的那一位 然后 然后我 可是我 而且那时候我也 就是我也是 不能请她回家吗 其实是可以 可是那时候其实 你又爱面子吗 不好意思说 就是说 哎你可不可以回家 这样子 就最后还是 就是就是 就是吃下去 吃下去以后就 然后就 其实对这个东西 就是有点丧失信心 就后来等到 我大概开始 在写A片 看一些 就是AV女優拍的那个 那个 写真以后 我才发现原来当时 我看到的那张照片 原来是一个AV女優的写真 所以你被呼隆了吗 对对对 这是被呼隆了 那 因为贴照片 后来我还 跟她就是有点认识 我还问她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她说也不是她的意思 对啊 对 就是她背后 可能还有一个 一个站 一个印章站在那边 所以她在做这种事情 你说你问那个女的 她为什么要贴 不是不是 就是贴那个照片的 那个发文字 发文字 对 所以你就对这种 网络寻方 失去信心 对 就失去信心 可是现在我相信 应该不会这样子了 因为实际上 现在在做这种事情 有很多 你知道吗 应该就是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对对对 你看到的就是 也许看到有一些修正 但事实上她就是那个人 这样子 可以修骗吗 对修骗 不要说磨皮啊 这样子 现在手机 手 手 手机 美肌 美肌APP很多 对 美肌APP非常多 然后那个 那个身材这样 用手指画一画 让它瘦一点 而且还不需要 找平面设计帮你弄 自己弄一弄就 看起来也颇像回事的 真的 对 日骗达人一剑软春秋 那么最近有一个报道说 台湾的成人频道订阅 基隆是 第一名 第一名耶 好夸张哦 其实我很意外耶 为什么 因为我一直以为这种 这种你知道 这种所谓的色情片 应该是都会区的人 比较喜欢 你知道吗 结果他们说 因为基隆多余 大家出不了门 所以大家出不了门 就助长成人频道 订购基增 说密度贯全台耶 对啊 吓死我了 所以我在想 而且说那个中华 包括有线电视 中华电信MOD在内 平均有4.3户 是中时订户 订购观赏成人频道 长达一年以上 哈哈哈哈 对 所以因为因为基隆 但基隆现在 现在那个 温室效应 气候变迁之后 还是会三分之二的日子 是阴雨绵绵吗 真的真的 这个这个这个 并没有改善吗 我觉得 一年下两百天雨 但不是说雨下少一点了吗 嗯 其实还是很多雨 所以就是说 周遭又没有太多娱乐设施 那么 所以 大家就只能待在家中 嗯 而中年以上用户 不像时下青年 青少年 随时上网 全天播送的成人频道 叫受欢迎 对 其实这种网路行为调查 总是 你知道其实我做这个网路 做这么久 有些时候会让人家 有些时候会不免产生自信 就是说自己对一些网路行为 就是可能很很熟悉 但是很多 这种这调查出来 真的让我跌破眼镜 兴趣缺缺的线是 嗯 花东棚 花莲东 台东 澎湖 哈哈哈哈 因为天气大多 日照充足 也是光光大线 民风也较为淳朴 所以订购成人频道 就没有北部踊跃 而且呢 说这个 呃 中部的云林嘉义 也仅有三成是长期客户 大多订购后 也常因后悔太贵 导致退租 其实你知道台湾的成人频道 相对来讲是便宜的吧 我觉得蛮便宜 哦 OK 那个 所以成人频道有彩虹 松市 嗯 新银河 新银 嗯 还有刚刚我们讲的潘朵拉嘛 对对对 就是软性 软性成人 对对对 其实他们这种成人频道 其实还 就是其实 其实就是大多分 他们的片源都是比较旧的 那潘朵拉当然是说 因为他们有跟日本的片 上面有好像有签合约了 嗯 所以他的片源其实比较新了 但事实上这种 我都不晓得这种频道 在台湾有没有市场 因为就只要MOD 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市场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经营这个 到底有没有真的有赚到钱 我也搞不太懂 OK 不过最近大家会想到基隆 就想到成人频道订阅 订阅是惯 订阅是惯 对这种网路行为真的很意外 很让人意外 就像 就像 淘宝啊 淘宝他说台湾在淘宝 用最多 用大陆的淘宝网 嗯 在上面购物的人 我也以为是台北 你知道 因为周遭三不五十就有人在那边 就是团购啊 什么的 结果竟然也是中南部的县市 我也觉得真的 居然是嘉义 对啊 说嘉义是 就是 最喜欢去淘宝上买东西的县市 的台湾人 对 台湾人 就是 就是嘉义人 对对对 非常奇怪 可能就 嘉义买不太到东西吗 不是 那个 我后来就问我们那个 就是嘉义 嘉义最多大盘 嘉义的朋友 中盘 好 我后来大概归纳出几个现象 就是有一些人 你说可能不是散户啦 可能是有些人 他公司设在那 然后做那种大量的彩播 对啊 对啊 就像就像那个可能有一些情绪用品的厂商 比方有些有些什么东西的厂商 他是把公司设在嘉义 藏股发展嘉义 因为地方比较便宜嘛 那再从再从嘉义 出货 对对对对 所以可能就是一些就是大盘啊 中盘啊 对对对 在嘉义 所以因此嘉义成为那个 最大的集散力这样子 对啊 No.1的 No.1使用淘宝网的 我想想还是觉得很奇怪 是不是 淘宝网的台湾人 对对对 这好像最近有不少台湾人在淘宝上 掏东西 对很多人在掏 而且因为大家都说品质 那个价格很便宜嘛 价格很便宜 价格很便宜 对啊 而且有些东西台湾买不到 去那边买 虽然不见得一定是真货了 但是就是可以买得到 比方说 GAP的那种童装啊 因为GAP之前没有 在台湾没有嘛 他就去GAP买童装 我们公司的同事都在买GAP的童装 是吗 对啊 OK 都去淘宝网买 在淘宝网上面 可是上面有些可能是简标啦 我觉得根本都是 都是都是都是A货 A货吗 也可能是流 也是流出来的 就是 也有可能啦 多 就是 多出来的单子 多出来的单子 对 GAP还需要访吗 那么便宜还要访吗 我也不太懂 OK 感谢A片达人 谢谢 谢谢 原来封明天 劳动节再见 拜拜